第221章远古秘星,孙豪淡笑,摇头说道,我让小红你收起这些龙雀鳞,早就想到了这种情况,实话说,我自己也知道,我出面投掷这些龙雀鳞与我的身份不合,而且,小红你知道我的,我并不想出这个风头,最好别让人知道这些龙雀鳞是我找到的更好。 孙豪淡笑一笑,放心,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有沈玉沈师兄知道这事,五虎那里我也特意交代了,让他们不要乱说,而且,沈玉沈师兄也不知道具体情况,返回宗门之后,你可以把一阵化形的情报整理一番,形成资料,能换取不少宗门贡献度。 孙豪点点头,然后对宣元洪笑道,还是小红想的周到,如此多谢了,不过小红,关于龙雀鳞的投掷,所谓核心层开启之时的盗谋之争,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真是如我猜测一般的话,沈师兄并不是投掷龙雀鳞的合适人选。 盗谋之争的不同看法,宣元洪一下来了兴趣,孙豪,你说说,你又有什么发现? 嗯,孙豪答应了一声,手腕一阵,伏笔出现在手上,同时,一张空白符传出现在两人面前,孙豪挥笔,行云流水,挤笔下去,核心层龙雀鳞的头孔示意图出现在符纸之上。 对照这是意图,孙豪说道,宗门资料记载,是不是,以这个点为中心,两边的头孔代表了道谋两种传承。 哪边的龙雀鳞多,就会开启哪边的传承是不是? 圈圆红点点头,宗门资料记载,的确是如此。 那么,孙豪问道,是不是,两边头孔投入的龙雀鳞差距越大,所获的传承也会越好,比如清云门头20枚,摩门头5枚,差距就是15枚,而清云门头18枚,摩门头7枚,差距就是11枚,15枚差距的效果是不是会好于11枚? 开启的道门传承会不会更重要? 圈圆红点点头,笑道,宗门虽然没有如此统计过,但是,纵观历史,的确是如此。 孙豪微微汗手,果然是如此,看来,也就是说,那边投入的龙雀鳞数目越多,开启的传承越是高等,如此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圈圆红奇怪,这很正常啊,应该没有问题,有什么不对吗? 孙豪,据我所知,孙豪沉吟了一下,组织一下措辞,然后说道,在大夏时期,修士并无道魔之分,如果龙雀秘境真是源于大夏,这不是很奇怪吗? 大夏时期,并无道魔之分,圈圆红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远古时期,历史真相已经湮灭,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道魔之争的,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孙豪何以能如此肯定? 圈圆红不由问道,你确认,大夏真的无分道魔,孙豪笑道,小红,你信我就是,我偶然得到过一本大夏时期的史书,史书记载,大夏时期,修士只有正负之别,而无道魔之争,这史书记载,道魔之争出现在先秦后期,这史书的可信度相当高,应该不会有错。 只有正负之别,而无道魔之争,圆圆红其道,这个说话挺新鲜,什么意思? 此时,圆圆红心中,对孙豪的评价再度加上了高深莫测几个字,这史书从那里来的。 远古时期的史书,孙豪又是怎么看懂的,又是怎么能确定其可信度的。 这孙豪,全身都是秘密,孙豪没有想到轩圆红的小脑袋瓜子会有这么多疑问,耐心给轩圆红解释,这话的意思是说,当时修士修行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正能量修行,一个是负能量修行,这就是所谓正负之别。 而后在先秦时期,这种正负两种能量修行的修士因为理念原因,最终演变成了现在的道魔之争。 正能量,负能量,圆圆红紫细品味,还真觉得此种划分有一定的道路。 孙豪继续解释,当时,大夏修士已经有了魔修的概念,负能量修士已经自称魔修,但是,当时的说法是,正道是道,魔道也是道,无论正魔,输入同规,修士逆行, 直直永恒。听到这里,圆圆红星中感肯定,这些资料的可信度真的是相当高,因为这些理论很系统,并有其独特的道理。 那么,问题就真来了,如果大夏真的没有道魔之争,如何投掷龙雀灵,开启龙雀秘境核心层,就真的值得商榷了。 负能量修士,和现今的魔道修士虽然是一脉相承,但是,在没有理念之争之前,是不应该如此设定争锋相对的投控的。 那么,现在两宗的投掷方式,很可能就和当初龙雀秘境创立者的本意格格不入了。 伤脑筋啊,圆圆红有点糊涂了,双眼迷糊,半晌之后,开口问道,那么,孙豪,你觉得正确的投掷方式应该是如何的? 我觉得,正确的方式,应该是集中所有龙雀灵投掷到正负两方的任意一方,让龙雀灵的总数达到50枚。 孙豪没有迟疑,说出了自己的推测,50枚全部投在一个方向,圆圆红马上明白过来,孙豪,你的意思是说,这样的投掷方法,开启的传承才是最好的传承。 不错,孙豪点点头,龙雀秘境如果真是大厦大能修士所造化,那么,设置50枚龙雀灵开启核心层,一来是考验大厦修士的实力能否聚起50枚龙雀灵, 二来,也很有可能是考验大厦修士是不是齐心,只有齐心,才能开启最高等次的传承。 听完孙豪的推测,轩元红也陷入了沉思。 轩元红明白,身为宗门弟子,长期以来,无形之中也受到了宗门的影响,有了陷入为主的观点,但凡清云门宗门弟子,可以说,从来不会有孙豪如此的想法, 这是一种无形的枷锁,锁住了清云门弟子的发散性思维。 当然,轩元红也知道,孙豪会有如此推测,不然是孙豪思绪甚密的缘故,但更大的原因却是孙豪的知识除贝勒德,只有除贝勒充足的历史知识,才会在此基础之上,做出如此判断。 第222章变数,一,轩元红觉得,孙豪的推测和判断,很有道理。 但是,问题来了,正如孙豪所说,这番话如果说给沈玉听,沈玉一定会持之为歪理邪说,压根就不会听进去半个字,如果孙豪的推测成立,沈玉就并不是投掷龙雀灵的合适人选。 现在,盗墨双方,各自持有部分龙雀灵,要想50枚龙雀灵投在一个方向,只可能是负能量一方,孙豪的这个推测书给摩门听,人家也不会甩你三分半。 沈玉也不可能投掷在负能量一方,而且,任何青云门帝子,谁能感冒感冒大不伪将龙雀灵投掷在负能量区域。 如果真这么做了,回去怎么交差,怎么跟宗门交代。 孙豪这个推测,给轩元红出了一个大难题,该怎么办呢? 伤脑筋,孙豪脸上出现一丝淡淡的玩味笑容,看着一脸沉思状态的轩元红,扮赏之后,悠悠说道,或许,天零零,地零零能解决问题。 轩元红猛地惊醒过来,看看孙豪,嘴里嗡了一声,我知道了。 赤晚,出乎沈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也不知道该死的孙豪跟轩元红说了些什么,轩元红从孙豪那里回来之后,居然忘了把龙雀灵交给自己,好像压根就忘了此事一般。 沈玉不由恼火,该死,这样重要的事,怎么会,也怎么能忘记呢? 轩元红师妹不是又犯迷糊了吧,或者是被孙豪的迷魂汤给灌迷糊了吧? 事业,摩修一门也齐聚一堂,为第二天核心层的开启做最后的安排部署。 相比青云门,摩修这边就散乱得多,个性不一的摩修懒懒散散,三五成群,形态各异,以白正黄和金邪日为中心,分散在四周,听取两个老大商量事情。 摩修目前到了二十六人,惊邪日身边稍多,连他一起有十五人,白正黄这边有十一人,两人,两个阵营相当而坐,摩修门也习以为常,摩修和青云门有所不同,摩修讲究的是逝者生存,对于弟子之间的争斗,有意无意有些纵然和鼓励,这种对立情况的出现,在摩修中间实属常态。 当然,五行魔宗作为传承悠久的大宗,宗规还是很齐备严厉的,绝不会出现高阶弟子无故及杀低阶弟子的情况,争斗严格控制在同辈同阶弟子之间。 金邪日虽然没有取得这批魔宗弟子的绝对话语权,但是,他还是这批弟子的主导者,看魔宗弟子都到齐了,金邪日大大咧咧地开口说道,都来了,现在,大家说说,明天怎么整。 金邪日说话,魔宗弟子们貌似没有听到一般,修指甲地修指甲,玩小刀地玩小刀,不为所动,金邪日习以为常,也不着急,安坐等待。 伴赏之后,白郑黄曼调斯里地说话了,金邪日的目的,大家心知肚明,老金,你不就是想我这几块龙雀灵吗?给你便是,说完,手腕一阵,将自己进入龙雀秘境之后抢到的八块龙雀灵抛了过去。 金邪日手一招,龙雀灵纳入手中,嘴里哈哈大笑,如此就多谢白师弟了,这一次,我们一共得到了十九块龙雀灵,开创了新的宗门历史,这中间,少不了白师弟你的功劳,师弟放心,回去之后,本末一定会如实禀告宗门。 白郑黄皮笑若不笑,如此多谢金师兄了,两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场面话,白郑黄什么身份,需要他金邪日美颜吗? 据其摩修所有龙雀灵,金邪日又扫了各位摩到弟子一眼,问道,各位师弟,还有什么建议,不妨说说。 摩修弟子不为所动,依然故我,白郑黄晒然一笑,金凶虚伪了,以金凶实力,由小弟辅佐,星云门这批弟子的实力实在是不够巧的,哪里需要什么建议? 直接碾压过去就是,各位同门,你们说是不是。 哈哈哈哈,白郑黄身后的摩到弟子齐齐笑了起来,笑声也是个有特色,有的是哈哈哈哈,有的是结结结结,有的是嘿嘿嘿。 金邪日身后的弟子不为所动,等白郑黄身后弟子笑完了,金邪日身后,一个蒙面修士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断惊大人,虽然我们这边看起来优势很大,但卢山觉得,我们还是需得小心谨慎,星云门那边,怕是会出现一些变数,卢山说这话,的确是为了魔道大局着想,也的确是觉得,星云门有了孙豪在,可能会出什么麻额子,抱着小星无大错, 的心态发话的,卢山已经前后两次对战孙豪,那一次不是看似有巨大优势,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以孙豪大获全胜为最终结局,卢山此时有强烈的预感,这次龙雀秘境,看似没有任何剑术的孙豪,很可能就在密谋什么,任何忽视孙豪的人,最终都会吃亏,吃大亏,这是卢山本能的感应,卢山的一番心是好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说这话的时机不断。 对,他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给摩盗弟子的感觉,简直就是跟白郑黄对着干。 金邪日身后,不少摩盗弟子冲卢山竖起了大拇指,这些弟子虽然站在金邪日身边,但是并不想往死里得罪白郑黄,没想到这卢山,如此看好金邪日,站队很彻底啊。 听到卢山说话,金邪日脸上出现了笑容,但并没有说话,似笑非笑,看着白郑黄。 好吧,你白郑黄刚刚说不要把青云门放在心上,我金邪日还没有说话,就有小弟帮我打你的脸了,这脸打得,啪啪响啊。 白郑黄脸上有点发烧,看向金邪日身后,看到黑金蒙面的卢山,开口问道,卢山。 红魔宗卢山,卢山稳稳坐在金邪日身后,双手一拱,卢山见过白师兄。 刚刚说话时,卢山倒真是没想那么多,单纯是从大局出发,想提醒一下魔道这边多注意注意孙豪。 但是,眼前,白郑黄对自己说话,心思通透的卢山马上明白自己犯了大忌,不过,事已至此,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第223章变数 二,白郑黄脸上出现不于神色,红魔宗,好一个红魔宗,区区下宗,居然也敢害我二弟陨落在青云门附属宗派手中,真是好样的。 卢山一愣,开口问道,白师兄二弟是,白郑君,白郑黄脸上一脸寒霜,你们红魔宗,一个不知听刀地后的名叫雷忠的小子,居然生生害死了我二弟,秘境是了,我会让你们红魔宗给我一个说法,哼,雷忠,血手人图,什么玩意儿。 黑金蒙面,卢山对白郑黄的话貌似没有丝毫反应,但是,这心中已经是破口大骂,不是好歹的东西,本来为了大局,想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居然是如此态度,既然如此,老子干脆不说了,让你们吃亏,最好吃大亏,狗日的,居然骂雷大哥,你他娘才是什么玩意儿。 老子不陪你玩了,金鞋日见白郑黄恼羞成怒居然要迁怒红魔宗,不由哈哈大笑,接过话来,好了,好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白师弟,身为修士,心胸有多宽,道路才能有多远,卢山,你也不要太担心,有我断经在,哪怕是青云门有变数,我自以立断之。 白郑黄一晒,没有大礼经邪日,卢山倒是头一滴,说了一声,卢山明白了,把有关孙豪的情报给吞进了肚子里,不再说话。 道魔两边弟子各自修炼,一夜无话,第二日,天色放亮,两边弟子御使法剑,齐齐来到了核心区域的入口处,今日需要共同开启核心区,两边弟子难得没有见面就动手,不过,剑拔弩张的架势,唇枪舌剑是少, 青云门抵达现场的弟子连同欧阳兄弟只有25人,比魔修那边少了一人,两边的士气也有明显区别,五行魔宗弟子虽然看起来很散漫,战队也是零零碎碎,但是,各个弟子精神饱满,神态轻松,反观青云门这边,虽然弟子门这很齐整,但除了孙豪等少数弟子之外,其他人都神态严峻,较为紧张。 青云门情势不利,战力不足,虽然两宗相约,开启核心区域之前这段时间不能争斗,但是,如果一方实力太弱,发生什么事就很难说了,也难怪青云门弟子 紧张。沈玉,沈师兄,惊闲日大不留心,走了过来,开口打招呼,昨晚,睡得可好,哈哈哈哈,想必,有点劳心劳力吧,哈哈哈哈。 沈玉神态自如,有了轩辕红手中的龙雀灵打底,沈玉心中底气足了许多,心说,断金啊断金,一会你会大吃一惊的,不过,都这个时候了,轩辕师妹为何还不把龙雀灵交给自己呢? 迅速闪过一些念头,沈玉一面淡然对金邪日说道,有劳金兄挂牵,沈玉昨晚倒是睡得很安稳,就是不知金兄和白兄昨晚上溢到什么时候,想必时间不短吧,点,两人谁也不示弱,彼此挖苦了几句,金邪日不再磨鸡,哈哈大笑,手腕一震,十九枚龙雀灵出现在她的面前,嘴里说了一声去,十九枚龙雀灵连成一条线,一枚眉飞向魔道, 传承之处,然后一一准确无物地看入龙雀灵头孔之内,被看入一枚龙雀灵,这个头孔就放出一阵光滑,如同一盏灯被点亮了一般,投出自己的龙雀灵,金邪日看着沈玉,哈哈大笑道,沈兄,该你了,沈兄,星云门有多少龙雀灵,怕是十枚都没有吧,此次龙雀秘境,怕是只能开启我魔道传承了,哈哈哈哈,沈玉脸上也出现笑容,金兄, 那可不一定没,或许,我身上有三十枚龙雀灵也不一定没,怕是这次,金兄要失望了,哈哈哈哈,大笑声中,沈玉手腕一阵,出现六枚龙雀灵,魔羞那边,各式各样的笑声大声响起,白正黄大声说道,沈兄,你真是幽默,六枚,仅仅只有六枚龙雀灵,哈哈哈哈 青云门这边,各位弟子面沉入水,脸色很难看,这一回,青云门弟子不仅仅是被奚落了,怕是开启魔道传承之后,必然会有一番苦战,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返回青云仙山呢 此时此刻,青云门出发前来龙雀秘境的那股兴奋和豪气早就化为了过眼云烟,有的只是懊恼和悔意,青云门这边,唯独只有孙豪身边的几个弟子,面色如常,无虎的脸上,甚至是有看好戏的贼兮兮的表情 摩羞那边,随时注意孙豪的庐山,看到孙豪一副波澜不惊的微笑表情,不由心中意图,这孙豪,不会又有什么麻额子吧 这时,就见场中的沈玉居然还是满脸笑容,对摩羞的耻笑无动于衷,而是转向轩辕红,笑着说道,轩辕师妹,该你了 还有,摩羞的笑声戛然而止,怎么回事,龙雀灵不是只戳二十五枚吗?怎么看沈玉这表情? 居然还有龙雀灵不成,不由其其顺着沈玉的目光,看向轩辕红 青云门弟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由有些惊讶,难道,沈师兄和轩辕师姐会有什么惊喜不成? 也不由其其看向轩辕红,轩辕红辞时,双眼有些迷糊,听到沈玉叫自己,好像是刚刚睡醒,回过神来一般,嘴里握了一声,这才手腕一阵,慢吞吞地向外掏龙雀灵 一枚,两枚,三枚,掏出三枚龙雀灵,轩辕红顿了一顿,摩修那边虽然惊讶多了几枚龙雀灵,但一看之多出来三枚,不由其其须出生来,心说,虽然有些意外,不过只是如此而已 轩辕红貌似被摩修的虚声提醒了一般,又开始向外掏龙雀灵 一枚,两枚,三枚,又掏出三了枚,轩辕红又顿了顿,向对面的摩修看了过去,这回,摩修们没有虚他了,脸上脸色有点难看,轩辕红露出了些许失望神色,貌似是说,怎么不虚了? 我等着呢,等了等,轩辕红又慢慢开始向外掏龙雀灵,一枚,两枚,三枚,一枚枚龙雀灵在轩辕红面前出现,每多出现一枚龙雀灵,到摩两边弟子的神色就变动几分,星云门弟子的脸色是越来越好,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强烈喜悦感,而摩修弟子的脸色是越变越糟糕,有一种被人抢抢了老婆的感觉 第224章师兄,左还是右,本来手到擒来,本来是胜利在望,胜券在握,那理想到,会有如此变故 摩修那边,无论是金邪日还是白正黄,随着轩辕红面前龙雀灵的增多,心情都逐渐沉重起来 尤其是,当25枚龙雀灵一字排开,出现在轩辕红面前之时,摩修心中那种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更是达到了巅峰 虽然对摩修来说,更推许地狱,但是,他娘的,地狱的滋味可不好 25枚啊,25加上沈玉身前的6枚,足足有31枚,比摩修这边整整多了12枚 这么大的差距,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原本,摩修的想象中,这次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 但是,想象很美好,结果很残酷,大出意料之外,惊天逆转,无外如是 柳暗花明啊,柳暗花明,青云门弟子心中,此时又是另一种心情了 没想到,轩辕师姐不声不响,暗中有如此大的手笔,厉害,真是厉害 佩服,佩服的五体投地,不愧是宗门太上的嫡系传人,果然有出人意料的厉害手段 摩修之中,庐山看着这25枚龙雀灵,再看看青云门那边 各位弟子难以抑制的惊喜交加的表情,这充分说明 这也是个意外状况,再看看孙豪和孙豪身边的那几名表情明显不一样的青云门弟子 庐山敢肯定,这25枚龙雀灵一定和孙豪有关 果然是如此,什么事,只要是有了孙豪参与,就一定充满了变数 果不其然,变数出现了,多么让人震惊的变数啊 看轩辕红拿出了25枚龙雀灵,但并没有把这些龙雀灵交给自己的打算 沈玉的额头冒出了一层细汗,这轩辕师妹,关键时刻怎么老是犯迷糊 这可怎么办 这个时候,冲轩辕红大叫大让可不合适 沈玉飞速响了一下,脸上露出笑容 笑着对轩辕红说道,轩辕师妹,你来还是我来 轩辕红看像一脸期待的沈玉,心里说了一声抱歉 脸上露出迷糊表情,嘴里说道,我这边较多,还是我来吧 沈玉,这个时候,倒也不适合跟轩辕红争辩 脸上笑容依旧,手腕一阵,身边的龙雀灵飞向了轩辕红 轩辕红接下这六枚龙雀灵,身前一下就有了三十一枚龙雀灵 三十一枚龙雀灵一字排开,跃跃欲试 轩辕红迷糊糊,嘴里开始嘀咕,怎么投,投那边好呢 天灵零,地灵零,太上老君轩辉灵,沈玉,脸上笑容收敛起来 大声说道,轩辕师妹,别犯迷糊,龙雀灵要投到左边投孔 千万别投错了,右边可是磨道传承,记住了,轩辕红,左边 右边,天灵零,地灵零,太上老君轩辉灵,站在头孔之前,轩辕红貌似摇摆不定 轩辕红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哭笑不得,该死,轩辕师姐关键时刻犯迷糊了 五行魔宗那边,魔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轩辕红在搞什么鬼 难道,这轩辕门还有什么阴谋不成?只有庐山,时刻注意着孙豪的庐山 三,此时,心中又是意图,孙豪的表情太淡定了,好像对此早有预料一般 这孙豪,又有什么鬼主义?孙豪的鬼主义,已经让庐山文之色变 第一次,玉昆龙就是陨落在孙豪的算计之下 第二次,雷中自认为算无一策,结果也是跟玉昆龙一样结局 这一次,按道理,龙缺秘境之中,孙豪的算计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但是,看到一脸淡笑的孙豪,庐山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 要不是龙缺秘境的传承实在重要,不容错过 这时,他庐山早就顿走了,庐山有感觉 凡是遇见孙豪,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远远避开 发动老君威灵术,秘术显示,龙缺灵头向右边,磨道头孔那边,对宣元红,对青云门有利 果然,老君威灵术和孙豪分析的结果高度一致 虽然对此结果早有预料,但是,此时此刻,轩元红还是犹豫了,姿势体大,不由他不小心 一旦开启高端魔道传承,一旦传承落入了五行魔宗弟子手中 那么,他轩元红就成了青云门的历史罪人 很有可能,青云门也会因此葬送在他轩元红手中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策,孙豪脸上淡笑,静静地看着轩元红 这种选择很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斥于对轩元红一次到新的考验 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坚信自己不会错,按照老君威灵术预测的方向投执 还是为了宗门大局,投执在道修一边,只在轩元红一念之间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一个方向,结局会截然不同 轩元红的选择不同,对他日后的修炼道路也是有着莫大的影响 魔修看得有些莫名其妙,星云门这边,各位弟子看得额头冷汗直冒 心头祈祷,轩元师姐千万不要迷糊的方向都分不清了才好 不然就是最大的笑话了 沈玉有点急了,站在原地,开口大声叫道 轩元师妹,别迷糊了,快快醒了,道心要稳 道路不能错,快头左边,那边才是正确的,道心稳固 道路不能错,正在犹豫的轩元红听到沈玉的提醒 顿时如同醍醐灌顶一般,居然惊醒 是啊,这无疑是对自己道心的考验 双眼之中,金光闪过,看向孙豪 却发现孙豪正面带微笑,对自己唯唯点头 是了,这个孙豪,早就知道自己会有如此心态 早就知道自己会犹豫,但是就是没有提醒 而是让自己自行领悟 踏过这一关,自己的修炼会少了许多羁绊 修行之路,当坚持本心,如果正确的道路都不能坚持 想太多,又有何意?想通这一截 轩元红笑了起来,冲沈玉笑道 多些师兄提醒,师妹我明白了 我这救头,说完,手腕一阵 三十一枚龙雀灵奇奇动了,飞行头孔 沈玉笑了起来,师妹明白就好 师妹明白,别,师妹,错了,错了 不是那边,哎呀,不是那边 就在沈玉大声叫嚷这回 轩元红身前的龙雀灵已经骑骑飞动魔道传承那边的头孔之处 一个不胜地看入了进去 闻听沈玉的哇哇大叫 轩元红把自己的左手一挥 有点迷糊地说道 沈师兄,没错啊,你说左边 这边不正是我的左边吗? 第225章沙漠宫 沈玉一看,可不是 自己和轩元红对面而立 这回挥动的不是左手是什么 不由大吉,是,不是 轩元红,到底是不是啊 沈玉,沈玉和轩元红在讨论到底是不是 青云门和五行魔宗的其他弟子此时已经是无话可说了 今日,事情一波三折 但是大家都只猜到了开头 而没有猜到结尾 这种结果,所有弟子都想象不到 哭笑不得 只有庐山,看到了轩元红看向孙豪的细节 若有所思,如果他推测不出错 这个传承还不一定对谁有利 很明显,这个开启方式,是孙豪所属意的 那么,这里边就问题大了 手头资料太少 庐山又不这次魔道弟子的主导者 虽然知道这里边不对 但是也只能自己暗中留意 小心保护好自己 至于其他魔道弟子 庐山就只能为他们祈祷 让他们自求多福了 魔修门 大喜过望之余 感觉如坠梦中 结果很好 但显得很诡异 这是很蹊跷 很搞笑 青云门弟子则是扼婉长叹 怎么会这样 主熟的鸭子居然也给飞了 不过,就算怎么不相信 怎么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龙雀秘境核心区的开启已经不可逆转 龙雀灵投入之后 核心层入口开始了变化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龙雀灵投入 50个头孔亮了起来 向上射出白色的光滑 白光就在头孔的上空旋转 交织成一个太极阴阳图图案 随后 轰的一声 核心层大阵开启 龙雀灵投孔中心之处 好像一扇大门 向两边轰然打开 磨道传承即将现世 50枚龙雀灵齐齐投在了磨道传承头孔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也不知道会开启什么样的了不得的磨道传承 青云门第子又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呢 龙雀灵投入 核心层开启 资料记载 核心层之中 根据龙雀灵的投入多少不同 开启的传承也各自不同 就算是同一种投入方式 开启的传承也不一定就一样 造化这龙雀灵径的远古大能 手段真是莫测高深 很可能正如传说一般 这是当时的大厦举全国之力造就的培养后辈弟子的传承秘境 很可能当时大厦的前辈大能都留有传承在其中 就等有缘修饰延续自己的修行之路 资料记载 核心层开启最多的是修炼式 是某个远古修饰修炼之处 其中有其功法和修炼心得传承 这种传承大多设置了一些较简单的考验 难度不大 主要的困难来自狄宗 历年以来 古修饰传承都是为两宗必争之物 当龙雀灵投入差距较大之时 也可能会开启一些古修饰洞府 洞府之内 传承更厉害 还有一些古修饰遗留的古堡 甚至是古丹药之类的重要物品 设置的传承考验难度也更高 这一次 投入的龙雀灵这么多 至少也会开启修饰洞府 核心层缓缓打开 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并不是洞府 而是一个牌楼 这一次的传承 并不是一间修炼室 也并不是一个修饰洞府 而是首先出现了一个牌楼 牌楼前方 有一条铺设了红地毯的 帐室宽通道 凭空出现在众人前方 直抵牌楼正门 通道两旁 牌楼左右 都冒出一阵阵暗红 降飞色的光芒 使整个牌楼笼罩在一片 神秘的色彩之中 这是一栋三门木牌楼 薄木装地钉 加杆石包柱 主子的顶端以灯笼笋直达 阎楼的正心形虾 与阎楼斗拱连接 上下一气 楼顶用各色琉璃瓦铺就 五彩斑斓 牌楼大气而气势恢弘 尤其是正中主楼 高出两边侧楼一层 楼罐之上 每边有三只弯角向上高高瞧起 轰拖出中间笔直向上的 主角的庄严和大气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显示出 这一次开启传承 必然十分不简单 牌楼正门上方 有三个幽暗的古转字 在暗红色的光线之中 若隐若现 各位弟子的眼光 纷纷投向这三个古转字 插魔宫 插魔宫 白正皇哈哈大笑起来 果然是我魔道传承 哈哈 这绝对是封号大魔 这回 多谢青云门了 插魔宫 青云门弟子心中 顿时一片冰凉 这一回 怕是出大事了 孙豪看向 沙魔宫三个大字 只觉得这三个 毫不起眼的大字之上 一阵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心惊胆战的感觉 从心底油然而生 肾上顿时大寒淋漓 不由自主后退三步 同力一把拉住孙豪 关切地问道 师兄 你没事吧 几乎是孙豪后退的同时 又有几个盯着 沙魔宫桥的道某 两门弟子身不由主的 连连后退 惊贤日大喝一声 小心 别盯着那三个字看 别触动了前辈修士的杀鸡 孙豪心中一震 这封号沙魔的前辈修士 究竟是何等大能 仅凭三个不知道 传世多久搭三个字 就让自己等人 不得不退必三舍 这时 有修士又大声说道 快看 牌楼上还有字 牌楼 如今下国境内就不少 其作用远古流传下来 救世祭士向导作用 这沙魔宫牌楼有字 应该救世祭士功能 也不知道这上边 记载了些什么 有信级的弟子 已经开口念道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修士不仁以百姓为除狗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沙 念道这古沙字 这修士居然声音打颤 嘴里哆嗦起来 仿佛是有大恐惧一般 伴赏之后 才接着念道 不忠之人 杀 不孝之人 杀 不仁之人 杀 不义之人 杀 不礼不智不信人 奉天之命 杀杀杀 我生不为逐路来 千年沧桑大梦海 君臣将相接如土 总是刀下胡素财 传令麾下三军众 逆天之人历死贵亦死 除了念字弟子的大声喘息之声 道墨两边弟子都极尽无声 静静地看着这牌楼 久久无语 远古这位封号沙魔 该是何等沙星 可以想象 当年丧失他手的修士 或者是凡人 不知凡己 杀鸡灵体 气势滔天 通天沙文念完 在场修士无不胆战心惊 遍体声寒 原本 开启沙魔宫之后 轩元红多少心有忐忑 但是此时 他发现 杀鸡之下 道墨两门弟子的压力 都是一样的 五行魔宗的弟子 并没有因为他们是 魔修而得到半点恩惠 杀鸡之下 感受到的压力 没有少了半分 感受到这一点 轩元红不由 向孙豪看了过去 孙豪看轩元红看过来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冲轩元红点了点头 第226章进入魔宫 事情果然是如同 孙豪预料的一般 开启顶级传承之后 两边弟子就处在了 统一起跑线上 就算是魔道传承 但并不一定就是 今日现代的魔修功法 说不定 这杀魔的功法 很可能是正道的杀伐之道 也不一定 谁能最终得到这个传承 也很难说 看到孙豪的淡然笑容 轩元红心中 顿时安定下来 感觉就算是杀魔宫的杀鸡 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是啊 有孙豪这科案其在 就算是金鞋日和白正皇 厉害无比 对上自己和孙豪 怕是也占不到便宜 沙漠传承最终花落谁家 还需要打过才知道 就是不知道 这沙漠的传承 需要怎么才能获得 根据过往的资料来看 开启的传承越是高等 传承考验的难度也是越大 沙漠宫虽然开启 但想要获得其中传承 只怕是并不容易 金鞋日和白正皇 也感受到了 道某两门弟子 所感受的压力等同 这和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 道修那方 并没有因为开启的是 魔道传承而获得 更大的实力压制 一会 看样子 争斗是免不了了 现在 他们对本身这边的实力 依然充满信心 虽然没有获得更大优势 有点失望 但是他们可不觉得 沈玉或者轩元红能 挡住自己夺宝 如果是修炼室 或者是古修室洞府 两边弟子 此时怕是都已经早扑进门去了 但是 此时大家面前是一个 诡异莫测的牌楼 摸不清底细的情况下 两边人马在牌楼前方停了下来 牌楼大门洞开 里边光亮通透 但是就是看不清 里边是个什么状况 这种情况下 谁也不敢冒进 沈兄 站在牌楼前面 金鞋日双手一拱 青云门的龙雀灵较多 这牌楼还是你们青云门先进吧 沈玉感受到魔修和道修一样 也受到杀鸡的等同压制之后 心态已经从刚刚轩元红头错方向的巨大震惊之中恢复过来 稳听金鞋日让自己这边先进 本来就不爽 此时更是不由火冒三丈 断金魔 别说这些好听的 想让我们青云门先探路 门都没有 金鞋日哈哈大笑 既然青云门不愿意先进 那么就让我们先来吧 白师弟 你先还是我先 白正皇桃花眼景冰金鞋日片刻 然后才说到 金师兄既然想挑头 那么 还是你先进 金鞋日哈哈大笑 那就让我第一个吃螃蟹吧 说完 扫了身后跟随的魔修一眼 大声说道 相信我的就跟上 哈哈哈哈 说不定 第一个进入会有不少好处呢 金鞋日身后魔修门大声说好 紧跟金鞋日就欲进入沙漠宫 这时 轩元红翠生说道 金兄且慢 轩元红有个建议 我们两方 还是轮流进入比较好 金兄进入之后 就轮到我们这边近人 却不是金兄身后这些跟随者 沈玉这时也反应过来 大声说道 正是如此 金兄意下如何 金鞋日哈哈大笑 随你们便 不过 我倒想看看 你轩元红也好 沈玉也好 是否敢在本魔之后第二个进入沙漠宫 哈哈哈哈 小心本魔的埋伏了 大笑声中 这段金魔连防御手段都没有用 就这么大辣辣地迈步跨进了沙漠宫之中 消失在了光门之中 段金魔金邪日进入了沙漠宫 轮到青云门地子了 外边 沈玉看看 轩元红 没有说话 按道理 金邪日之后 应该是他沈玉才是 但是 沈玉是真心有点怕中了断金魔金邪日的埋伏 平时对上金邪日就已经相当吃力 这个时候进去可是很不利 轩元红 看了一眼没有进入意图的沈玉 心中不由又暗自摇头 如此性格 修炼之路怎么走得远 不过 这个时候 也不是跟沈玉计较的时候 轩元红稍一沉吟 开口说道 孙豪 你先进 居然是孙豪 轩元红师姐居然让孙豪第二个进入 青云门弟子不由心头压抑 难道说 轩元师姐认为孙豪的实力还在沈师兄之上 还是轩元红害怕青云门受损 故意派实力较刺的附属宗门弟子呢 不过 结合轩元红和孙豪的关系分析 显然是轩元红很看好孙豪 那么 希望这孙豪不会丢了青云门的脸 不会刚刚进入就被断金魔斩落刀下 孙豪闻听轩元红点了自己 也不由稍稍一愣 没想到轩元红这么看好自己 嘴里却也不慢 脸上淡然笑道 好 说完 身形闪动 挑一潇洒 居然也不开防御措施 如同断金魔金邪日一般 世世然 大大方方走进了沙魔宫的光门之中 金邪日进入沙魔宫之时 神态自然狂放 大方张扬 孙豪进入沙魔宫之时 神态优雅潇洒 如同闲庭信步 两者却是个善盛场 不相上下 孙豪表现不若断金魔 没有入了青云门的气势 青云门弟子不由大声叫好 当然 青云门弟子之中 沈玉是个例外 此时的沈玉 心中百味杂陈 对轩元红派孙豪第二个出场很不满 对孙豪的做作很不满 总之一句话 就是很不爽孙豪 沈玉觉得 自己对孙豪的忍耐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极限 宝不准下一刻就会直接给孙豪点颜色瞧瞧 孙豪入场 闻到摩修那边了 金邪日已经进入沙魔宫 摩修这边自然是白正皇为主了 话说假如金邪日和孙豪在沈玉宫里鞭打起来了 这第三个进入的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很可能就会受到波及 白正皇想都不想 桃花眼里闪过一丝力芒 对庐山一指 庐山 你敬 庐山心中开始骂娘 苟日的白正皇 老子不就是扫了你一下面子吗 居然如此针对老子 妈的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日后 小心老子给你好看 心中不满 但嘴里却也爽快递达到 好 说完 这庐山也不慌不忙 像沙魔宫里边飘了过去 不过 和金邪日 孙豪有所不同的是 这庐山身上光芒流转 却是所有能上的防御措施都给用上了 庐山生性谨慎 可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沙魔宫里边情形不明 还是小心为上 进入光门的一刻 庐山齐觉得脑袋一阵晕眩 然后眼前一亮 恢复了视力 不敢怠慢 大喝一声 施斩血海护甲树 但是 催动真气 全无反应 根本就用不出来 这个感觉就是修为尽失 庐山大经 冷汗蹭蹭上茂 第227章七杀问星 一 这时 他前面不远处 断金魔金邪日的声音传了过来 庐山 少安勿躁 庐山寻生看了过去 就见金邪日四平八稳 坐在不远处 神态自然悠闲 而他的对面不远处 孙豪也自然盘坐 同样神态安详 此时 正一脸淡然地微笑看着自己 看到孙豪的目光 庐山心中意图 他敢肯定 这孙豪一定知道了自己就是曾经的玉四 看来 在这沙漠宫中 自己的小心翼翼了 多谢断金大人 庐山拱手对金邪日道谢 然后很自然地走到断金魔身后 盘膝而坐 他坐的位置刚刚好 他坐下之后 整个人的身体就置于了断金魔高大的身躯之后 恰好挡住了孙豪的视线 坐在断金魔背后 庐山看着断金魔高大的背影 心中快速分析 庐山以为 这龙雀秘境之中的修士 论智慧高下 可分三类 第一类 先知先觉 会根据情报准确判断事情走向的高质修士 比如现场的两位 断金魔金邪日 陈香剑 孙豪都是这一类 估计外边的轩辕红也属此类 他们应该都判断出 进入沙漠宫之后 不会马上有危险 不然 金邪日和孙豪不会如此大方随意 第二类就是后之后教的修士 这类修士 不能提前预知和判断事情的走向 但是 事情发生之时或者发生之后 往往能想清楚其中缘由 庐山觉得自己就是这一类修士 比如这次 只有进入之后 庐山才想明白 原来 沙漠宫既然是传承所在 自然不会第一时间就急退前来获取传承的后辈弟子 想必开启考验之后才会真正出现危险 庐山认为 沈玉还有白正皇顶多就算是第二类修士 他们的修为虽然较高 实力较强 但是庐山觉得 就智慧而言 两人或许不及自己 还有第三类修士 就算那种后知不觉的修士 这类修士都是那种不动脑筋 随大流 剑招拆招的货色 别的修士不敢肯定 但是 星云门所谓五虎一定就属这类修士 庐山胡思乱想这回 星云门第二个修士进来了 不是别人 却是同利 同利进入之时 身上也开启了防御罩 进入这里之后 同利的表现也比庐山强了许多 并没有手忙脚乱给自己加防御 而是迅速在这室内扫了一眼 一眼就看到了一脸笑容的孙豪 师兄 我来了 同利憨然笑着走向孙豪 孙豪点点头 嗯 来了就好 坐 估计人到齐之后 考验才会真正开始 好 同利很自然走到孙豪背后 盘膝而坐 随后 道母两宗弟子陆续进入 表现各自不同 庐山无聊地坐在段筋膜身后 不停给这些进入的修士打分 把他们归纳进自己的三类修士之中 果然 正如庐山猜测的一般 修士之中 进入没开防御 自然进入到这里的 也只有轩原红 沈玉还有白正皇确实都动用了防御措施 表现比孙豪断经还有轩原红差了许多 沈玉是青云门最后压轴进入的修士 不过 他进入之后 定神下来 一眼看到青云门的阵营之时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原因还是孙豪 孙豪坐的位置不对 坐了原本他沈玉该坐的位置 就见孙豪盘膝而坐 坐在整个青云门弟子的正前方 而青云门弟子不仅仅是安静地坐在了孙豪的身后 而且还以孙豪为中心 左右两边均匀分布 一副以孙豪为中心的样子 而轩原红先沈玉一步进来 他却是很自然坐在了孙豪左手位置 现在沈玉来了 如果沈玉愿意 他完全可以坐在孙豪右手位置 不过 让沈玉很不爽的是 如果他如此就做 那么孙豪就真正成了青云门的核心 而他沈玉和轩原红好像就是孙豪的左膀右臂 这孙豪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甜不知耻 居然想当老大 沈玉这番想法却真是冤枉了孙豪 孙豪也没想到事情会搞成了这样 问题还是出在前面进入的青云门弟子身上 同力进入之后 欧阳兄弟还有五虎在轩原红的安排下 率先进来 这帮家伙自然以孙豪马首是瞻 很自然在孙豪身后分两边 以孙豪为中心给坐好了 后边青云门修饰进来 他们的排位还在五虎之后 平时又没少被混不讲理的五虎欺负 自然不敢坐在五虎前面 很自然也就按照五虎的方式 以孙豪为核心 两边给坐下了 最终结果就是孙豪貌似坐了沈玉原本该坐的位置 这不好 很不好 沈玉眼珠子转动 很不爽 然后 也不去孙豪右手位置落坐 而是三步上前 紧爱轩元红坐了下去 轩元红翻了一个白眼 这沈玉 真是小肚鸡肠 这点小时都计较 日后怕是难成大气 沈玉这一落坐 青云门这边的队形顿时惨不忍睹 队伍前面就偏了 沈玉落坐 显得不伦不类 格外显眼 青云门弟子心中暗自叹气不已 但是谁也没有多说什么 都这样了多说无意 土让摩修看笑话 白正皇最后入场 看到青云门这边的队形 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事事然 走到摩修阵营 和荆协日并肩而坐 位置刚刚好 摩修早就把他的位置给预留好了 没有出现青云门这边这种尴尬情形 白正皇入场之后 所有龙雀秘境弟子全部到齐 但是 这大厅之内完全没有反应 各位修士也不着急 既然是传承之地 自然会有后续安排 绝对不会让大家空等 这里不知道和外边的时间会不会是一样 总之 大家在这空旷的大厅之内等了许久许久 大厅之内完全没有反应 不少修士有点沉不住气了 纷纷看向领头修士 却发现领头的几个修士正经为坐 没有半点焦急姿态 这心态才随之稳定下来 其他修士或许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但是 五虎不行 这五位 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主 李星说 无聊 无聊秃顶 李森 老大说得不错 太无聊了 李鸟 这算什么 难道这杀魔功就是发呆功不成 李燕 很可能杀人杀多了 人都傻傻的了 李瑶 同一老大观点 不过 老四 你的观点不是完全正确 杀人怎么能傻傻的呢 没有必然联系啊 第228章七杀问星 二 于是 这五位开始旁若无人地争论起来 五人开闹 大厅之内 庄严肃穆的气氛顿时一扫而空 除了少数几位依然不为所动 盘西依旧之外 其他一些修士开始找相熟之人开始攀谈 反正是等 与其哭作苦等 还不如聊聊天 交流交流什么的 也算是对修行有利 不知过去多久 反正是大多数修士都等得不耐烦了 终于 有修士突然发现 两个方阵共同的斜 对面的墙体之上有了新的变化 这面墙体之上 出现类似于大厅修士方阵的图形 每一个修士在墙体之上都有一个对应的光点 最关键的是 每个光点之上 有着不同的颜色 光点之上 还有一个简单的十以内的数字标注 这是什么 修士们大为惊讶 开始研究 不一会 不用修士研究 墙体之上出现了古转字 修士大多是博学之人 认识古转字的修士不少 马上认出了这些转字 知道了墙体之上光点代表的含义 传字记载 此大殿名幻七杀问星殿 问修士向道之心 问修士杀戮之心乃是本殿设立的根本 墙体之上 每一个光点对应一个修士 光点之上的数字 恰恰是修士在问星殿所的积分 传字描述 修士进入七杀问星殿之后 修士的修为全部压制 没有丝毫战力 修炼也毫无效果 此时 考验的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修士的心性如何 能否以平常心对待 能否平心静气 在这问星殿里安置若态 修士可以通过光点之上的数位 查看自己的积分 积分是十分至 其中九分和十分为高分 光点颜色为金黄色 六分至八分为中等分 光点颜色为蓝色 六分以下为低分 光点颜色为黑色 看懂墙体之上的古转子之后 各位修士兴趣大增 纷纷对应自己的方阵 查看自己的积分 积分高低不同 代表了修士的氧气水准 这无形之中也算一个对比 孙豪很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光点所在 一看颜色 一片金黄 一看积分 十分 孙豪不有点头 要输这氧气功夫 自己还真是不输任何人 看完自己的积分 孙豪又抽空看了看 轩辕红 金邪日等人的氧气积分 不出所料 轩辕红的积分也是十分满分 摩修那边 金邪日的积分居然也达到了满分 全场修士 出现金黄色光芒的光点有五六处 但是的满分的光点 却仅仅只有孙豪 轩辕红和金邪日三人 金邪日看看自己的积分 再看看孙豪和轩辕红的积分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两人 怕是自己此次魔攻之行最大的敌手了 让孙豪没想到的是 沈玉 沈大师兄 此次的积分仅仅只有六分 刚刚好及格 差点就搞到了低分区 摩修那边 原本因为自己只得八分 差了金邪日两分而不满的白正皇 看到沈玉的积分之后 突然笑了起来 这沈玉沈大师兄 居然比自己都弱 差点就垫底了 真是有意思 太好笑了 沈玉此时 脸上一脸铁青 居然是六分 自己居然只得了六分 怎么会如此低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打脸 如果不是在龙雀秘境之中的沙漠宫内 沈玉都有心撕毁掉这该死的所谓积分榜 虽然沈玉得分不是最低的 但是 作为青云门的带队大哥 这个得分就很不适合他的身份了 沈玉心里这个憋屈 到这个时候 他却也明白过来 自己进来之后 因为孙豪的座位关系 又因为孙豪前面弄到的龙雀灵的关系 心中一直不是很平静 憋住一口气 心态能好才怪 这不就刚刚跨入及格线而已 心中虽然难受 但沈玉毕竟是青云门培养波年的弟子 想通这个道理之后 心态竟然开始平和 孙豪虽然讨厌 但是也算是给自己敲了警钟 如果再这样下去 自己就不仅仅是心态积分偏低了 很可能所谓的问星店问星都会积分不过关 最终的结果就是错失机缘 正常情况下 有了这种感悟 对沈玉来说 也算是一种收获 如果沈玉能从对孙豪的敌视之中走出来 或许真会就此走上修炼的坦途 但是修是一生 充满了荆棘不平 就在沈玉心态逐渐平复的时候 好死不死 五虎兄弟的大惊小怪再次让他的心不平静起来 李星 哇 我们居然得到了八分 高 不是一般的高 李森 真的耶 我们兄弟都是八分 话说 他们李氏五虎是整个问星店闹得最凶的 声音最大 问题最多 最不知收敛的就是他们五兄弟 但是他们的心态的分居然达到了八分 还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五兄弟很得意 很得意 话就多 李鸟 哇 快看 快看 孙老大和小红都是十分呢 几兄弟分分看去 大声称赞 高 的确是高 李燕 哇 快看 快看 沈玉神老大居然只得了六分呢 什么 几兄弟分分看去 并开始大声议论 李星 低 确实是低 不过这也是他的正常水准 哇哈哈好 李森 惨不忍睹 李淼 他就这水准 李燕 丢脸了 丢了青云门的脸 一直没有说话的李瑶这时说道 我觉得 沈玉神老大才是真正的高人 怎么说 几兄弟如同唱戏 奇奇问道 李瑶摇头晃脑 一直问心碧 你们看 沈玉神老大的光点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颜色 几兄弟一看 还真是 大家的颜色都一样 是蓝色光点 李瑶的异地说 所以哦 对中等分来说 六分和八分那是一个档次 一个待遇 得八分有点浪费了 进入中等分 只要六分即可 能把自己的积分控制在六分 沈玉神老大才是真正的高人 这叫什么来着 李星摇头晃脑配合地说道 这叫六分万岁 七分大浪费 哇哈哈哈哈好 沈玉 被五个魂人如此调侃 心中一股无欲伦比的玉气冒了出来 心态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 心头暗暗发狠 孙豪 五虎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咱们等着瞧 第229章七杀问星 三 修士积分出现之后 三种颜色的光点开始汇聚 三种颜色分成三个阵营汇聚在问星殿三个字的下方墙体之上 随后 这一面墙体仿佛是被这三种光点腐蚀一般 出现了三种颜色的光门 金黄色光门 蓝色光门 还有黑色光门 三个光门都只有一人多高 刚刚好容纳一个修士通行 看着这些光门 在场修士自然明白 沙漠宫的考验真正开始了 刚刚的心态积分只是开胃菜 要想获得传承 那么修士就必须进入光门之中 至于修士应该进那一扇光门 估计必须对照修士刚刚获得的心态积分颜色 也就是说 孙豪获得的是高分 光点是金黄色 那么孙豪就应该进入金黄色光门 有得到低分颜色黑色的修士是了事 果然不能进入蓝色光门 而得到蓝色光点的修士尝试进入黑色光门 也是一样 不能通行 看来 真是只能进入对应颜色了 各位修士也不客气 纷纷找到了自己对应的光门 于贯而入 开始接受沙漠宫的考验 就是不知道 三种颜色的光门进入之后又有何等区别 获得传承的几率是否一样 或者是干脆是不同的光门有不同的传承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具体情况如何 还需地进入沙漠宫的修士自己去一一体会 进入金黄色光门的这一刻 孙豪感觉自己的头一阵晕眩 然后 自己出现在了一个军杖之中 正盘膝端坐在一个暗脊之旁小气 自己这事 孙豪心头产生一阵疑惑 仔细看看自己 发现自己此时正是一身戎装的将军装扮 身姿挺拔如苍松 气势刚见死骄阳 自己化身为大将军了 孙豪不由疑惑 自己不是正在沙漠宫内的问心殿吗 怎么跑到这里当将军来了 正在孙豪疑惑这回 外边 一个清兵端着一盘热水走了进来 看到孙豪 恭敬地放下热水 将军 大战过后 擦擦脸吧 军中将士还等着将军的决断呢 此时 孙豪的脑海之中出现一段记忆 记忆之中 自己成为一名战无不胜攻无不可的大夏立国时期的百战将军 年方十六便千任左更 出兵在一缺 攻打蛮族韩 为二国 斩获首级二十四万 后率军攻一族赵 为联军 大破联军于华阳 斩首十三万 又与赵江水边交战 逆臂赵族二万人 年不过三十 自己已经被封武安军 统领三军 为大夏开疆拓土 而此时 正是自己一场大胜之后 这场大胜乃是一场战略决战的大胜 自己采取后退右敌 分割为奸等多种战法 成功俘获敌军四十万之众 目前 这四十万人 正待自己处置 这是 孙豪获得这些记忆的同时 豁然想起 这不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吗 自己化身为了那有杀神之称的远古神将黑洛 是不是要亲身经历那段坑杀四十万将族的过程 黑洛 远古神将之中最赫赫有名的一位 这位神将一生杀戮无数 前后丧生在他手上的人数达到了两百万之巨 其中不凡修为有成的大能修士 史书对黑洛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有后辈贤人评价他 黑洛料敌何便 出其无穷 生振天下 也有后辈贤人评价他 黑洛不仁 惜用为也 长平之战 四十万人死 是由之乱 不过于此矣 不过 不管褒贬 无论是哪一种史书 对黑洛的杀戮都记载甚详 提起黑洛 都不得不称之为 人徒 想起黑洛 孙豪瞬间明白过来 是啊 这里是沙漠宫 出现杀戮的考验 出现黑洛的场景 自然是十分正常的了 不过 孙豪自觉自己并不是喜杀之人 如果真是自己化身神将 孙豪觉得 自己恐怕很难做出坑杀四十万人的决断 杀 还是不杀 孙豪化身的将军端坐上方 下边 两种观点的将士各书几件 各有道理 隐经据典 君振振有词 杀 支持此观点的将士振振有词 我军三度罚赵 君在缺与被赵军所组 大赵湖军力和我军不相上下 此四十万之众 一旦放归 不至于放虎归山 且我大下人口鼎盛 资源稀缺 这四十万众流至五亿 为今之计 将军当早做决断 斩杀之 不杀 支持此观点的 竟然多是黑洛亲近人等 将军万万不可杀 若杀 将军将背负万事骂名 此事万万不可为也 杀 不杀 两种选择 两种念头不停在孙豪的脑海之中来回闪动 难以决断 理智告诉孙豪 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顺应历史 如同当日的黑洛一般 果断坑杀这四十万兆族 杀魔工的考验也应该在自己做出杀的决断之后顺利完成 但是 这毕竟是四十万条人命 自己一言而诀 很可能就是安红遍野 孙豪觉得 没有必杀这四十万人的理由 此时此刻 孙豪不由感叹 当日当时的武安军又是因为何种原因 又是有多么大的气魄 才能断然做出坑杀这四十万兆族的决断 就在孙豪犹豫这回 一个念头冒上他的心头 人族兴起 各国伶俐 彼此之间 常年征战 大夏有一统天下的大势 但为大赵所祖 霸业难成 如果自己斩杀大赵此四十万人 则大夏冰封所指 必将所向披靡 早一日统一人族 则人族早一日结束内战 或许自己会背负千年骂名 或许自己会心怀歉疚 但是虽千万人 吴王已 孙豪化身的黑洛从暗己之旁挺身而起 大手一挥 斩兵截铁地说道 传令下去 杀 孙豪心中马上知道 原来 这才是当日当时 黑洛神将干被万事骂名也要坑杀这四十万人的真正原因吗 孙豪此时 替代了黑洛的思想 如果孙豪不愿意 由他控制的黑洛也做不出坑杀四十万人的决断 但是 黑洛的这个念头 这种为人族大义而做出的决定 说服了孙豪 让孙豪做不出阻止的动作 军令终于传达了下去 坑杀 四十万兆族 第230章西沙问星 四 千里连营 惊奇招展 明刀亮剑 肃杀连环 四十万兆族 坑杀 站在高处 眼望兆族埋身之处 孙豪化身的黑洛凝视久久 伴赏之后 悠悠叹道 七灰谷墨丹水沙 七七谷血生铜花 白灵精干雨中静 之余三级蝉牙 仿谷完兰收断足 折风赤问层贵肉 一江攻城万谷窟 坑杀四十万人 是非功过 自有后人评说 悠悠失得之中 孙豪豁然醒来 发现自己此时又出现在了龙雀秘境之中 回到了问星殿内 这一间问星殿显然并不是先前那间 这一间问星殿要小了许多 里边的设置也与第一间有所不同 这一间问星殿内 设置了十个蒲团 墙体之上的古转字显示 这些蒲团名为沙盗蒲团 乃是七杀问星之后的奖励 作用是能帮助修士参悟杀戮之道 习得杀戮秘法 或者是直接领悟杀戮传承 修士每通过一次七杀问星的考验 都有一次机会坐上沙盗蒲团 转字表示 后备修士要想获得杀戮秘法 或者是沙谋传承 只有通过全部七杀问星考验 并登上每一关的沙盗蒲团参悟 然后才有可能获得领悟或者是传承 孙豪出现在这间问星殿之后不久 陆续又有修士通过大门进入了此间 不一会 这间问星殿内就有了二十多名修士 让孙豪觉得意外的是 这二十多名修士 居然是不同光门里边进入的都有 比如 孙豪比较关心的白正皇 还有一直看孙豪不顺眼的沈玉 都出现在了这间问星殿内 那么 孙豪不由疑惑起来 三道颜色的光门 会是何种用意呢 还有就是同力 轩元红他们为何没有出现在这间问星殿内呢 最关键的就是 问星殿内一共只有十个蒲团 而现场修士达到了二十多人 该如何分配 要想获得传承或者是秘法 就必须登上每一关的沙道蒲团 那么 孙豪扫视了问星殿内一眼 争斗就不可避免了 问星殿内 一共二十三人 其中摩修有十二人 星云门弟子十一人 欧阳兄弟也在其中 已经很自觉地站到了孙豪的身边 大家进来之后 都看到了墙体之上的古转字 都明白了 接下来 就是十个沙道蒲团的争夺 转字表明 登上沙道蒲团并成功做铸铸铸铸 十一张时间 才可以真正获得此蒲团的使用权 可以安心领悟 那么 这十个蒲团应该如何分配 道摸两方 气势顿时紧张起来 因为 这一间问星殿内 大家的实力已经恢复了过来 想来就是让各位修市争抢问道资格了 沈兄 白郑横首先开口 对沈玉说道 站 胎事和 站又如何 沈玉问道 和又如何 站 自然是大家手底下 建真章 白正皇桃花眼里闪动金光 那一边胜了 自然是取得领悟蒲团的使用权 至于何 那就更简单了 一方五个 各自安排 是战是合 沈兄一言可绝 我白正皇奉陪到底 从人数上来说 摩修占据一定的优势 实力上来说 双方却是相差无几 白正皇和沈玉相差不多 真要对战起来 估计一时半会结束不了 白正皇觉得问心殿可能不止一处 不想两边大打出手 浪费时间 事故有此建议 事战还适合 沈玉对自己这边看看 再看看摩修那边 开口说道 白兄 我们两宗实力相差不大 真要对战 估计难分胜负 我看就依白兄所言 我们一边五个蒲团 各自安排 文听两人交谈 孙豪脸上一直有淡淡笑容 见沈玉选择讲和 孙豪突然淡然说道 沈师兄 我倒是觉得 我们清云门局面占优 不妨一战 若胜 可全的十个悟道蒲团 那样多好 孙豪建议 不妨一战 沈玉一听 眉头皱了起来 白正皇听到孙豪说话 不由向孙豪看了过来 桃花眼中 寒芒闪闪 不妨一战 朕师大言不惭 孙豪来自下国的修士 参与了下家任务 孙豪 我这里有个疑问 不知道我弟弟白正军的死 可与你有关 孙豪淡然一笑 白正军 山羊胡子白正军 不瞒白兄 此人正是陨落于孙豪之手 白正皇脸上一阵抽动 终于找到了正主子 浑身气势大涨 恶狠狠地看向孙豪 孙豪不为所动 淡然笑着 对白正皇的气势施若无睹 反而看向沈玉 沈师兄 孙豪的建议 你觉得是否可行 点 沈玉眉头一皱 一伸手 冲白正皇做了一个且慢的手势 嘴里说道 白兄别发怒 如果沈玉猜得不错 断惊他们此时应该就在另一间问心殿 我们此时争斗 平白浪费了时间 孙豪 你的建议不可取 还是算了 这次龙雀灵 你做出了贡献 我做主分给你一个误导机会就是 孙豪淡然一笑 没有说话 默认了沈玉的安排 但是 却向欧阳兄弟递出了一个抱歉的表情 如果孙豪不争 可能他都没有误导机会 沈玉会主动给他安排才怪 白正皇戏事一泻 嘴里说道 还是沈兄是大体 如此甚好 这样左边五个归我们 右边五个归你们 就这样说好 还有 孙豪 希望你在沙漠宫内时刻小心谨慎 我不会放过你的 孙豪淡然应道 彼此彼此 白兄你也要小心一点 说不定白正军就在殷曹地府等着你呢 白正皇怒怒一瞪 爆喝一声 孙豪 你找死 孙豪 谁怕谁 想来就来 我这两位同伴正好没有误导机会 白兄不妨放马过来 我接着就是 好了 好了 沈玉赶紧打圆场 二位都少说两句 我们悟道要紧 青云门这边 我张文 张武 孙豪 还有成树光五人悟道 速度 也浪费时间了 孙豪和白正皇闻言 彼此瞪了一眼 道是不再争论 白正皇也点了五人 然后 道墨双方弟子 包括孙豪在内 其其乐身而上 坐上了悟道蒲团 孙豪发现 无论是白正皇还是沈玉 所点的人等都是 以自己的亲近之人为主 两边没有获得资格的弟子 虽然没有说出反对意见 但是面色都不好 尤其是摩修 脸色阴沉 很势不爽 显然对白正皇很势不满 和平就是效率 因为没有争斗 坐上悟道蒲团之后 大家很快获得了悟道资格 开始领悟沙禄之道 沙禄 沙禄之道的大成者 他留下的传承蒲团 会有一些什么领悟呢 就连孙豪 也充满了期待 第231章西沙问星 5 何为沙 坐上悟道蒲团 孙豪心头自然浮上了这样一个疑问 沙 自念意思 使人或者动物失去生命为之沙 为何沙 万物有灵人为罪 那么刚刚的幻境之中 黑洛神将为何会坑杀四十万赵族 孙豪沉入领悟之中 没有发现 自己领悟的方向 恰恰是刚刚幻境经历过的杀戮场景 黑洛神将坑杀赵族之后 为皇帝所祭 为万民所唾弃 最终郁郁而被皇帝赐死 临死之际 黑洛神将感叹 我何罪于天而至此灾 梁九 又说 我故当死 长平之战 赵族将者数十万人 我诈而尽坑之 是族已死 杀人者 被人杀 孙豪仿佛化身黑洛 横见自吻之时 心中有一枪不被理解的悲戏 也有一枪对被杀者的忏悔 但这心中 独独没有后悔当时的决断 直至临死这一刻 黑洛心中 依然觉得 这四十万人 不该杀蛋 不得不杀 杀 为天下 而大人 纵然为此生死 也算是杀身成人 黑洛死后 没有了强势敌人 大下横扫六河 建立了人族第一个一统的庞大帝国 威震百族 称霸大陆 可以说 黑洛神将当日决断 奠定了人族万事之机 视为大人大义 不仁不义者 杀 杀魔宫牌楼有言 不仁不义者 杀 次十万兆族 无有不仁不义 但是为了大人大义 黑洛神将 舍身成人 痛下决断 杀 大杀之后 奠定了人族一统的根基 此为杀 杀 本身是毁灭 本身是负面 但是 这个毁灭的过后 却是新生 却是人族长达千百年的和平与发展 大杀为大和 大杀为大义 这就是黑洛之杀 站在黑洛的环境 处在黑洛的位置 孙豪有了名物 如果自己是这位远古神将 当日当时 只怕也会做出一样的决断 坑杀四十万兆族 就在孙豪有这个名物的同时 孙豪只觉得自己身体一震 人已经醒了过来 睁眼一看 自己正在问星殿内 潘西尔坐在沙道蒲团之上 其他悟到蒲团之上的修士 已经有不少人醒了过来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看来也是略有收获 不一会 问星殿内所有沙道蒲团之上的修士 陆续醒了 就在最后一个修士醒来之后 问星殿内 又有两个光门出现 两个光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齐齐打亮光门 发现 其中一个光门的上方有一个古转字 物 而另一个光门之上没有字 有修士试了试 发现 物字光门只有上过物到蒲团的修士 才能进 而没上过物到蒲团的修士 可以进去没有字的光门 那么 很有可能 没有字的光门就是沙魔宫的出口了 很有可能 没有获得物到机会的修士 就此被淘汰了 在场修士相互看了看 都想到了这种可能 但凡是获得物到资格的修士 自然不会放弃继续进步的机会 纷纷在其他修士羡慕的眼光之中 走进了物字光门 孙豪看着两个光门 想一想必一间问星殿的三个颜色光门 给欧阳兄弟传音说道 不要丧气 你们应该还有机会 大到天眼 升级一线 只要坚持和努力 你们未必就没有机会 说完 孙豪也大踏步走进了物字光门 与此同时 另一间问星殿内 轩辕红笑着对五虎兄弟说道 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上流其一 你们兄弟齐心不上物道仆团 但未必就没有机会 大力 走 我们进去吧 说完 轩辕红带着同力也走进了物字光门 而摩修那边 原本因为自己没有获得物道资格 有点垂头丧气的庐山 闻听到轩辕红的话之后 顿时精神一震 再度浮现了一线希望 庐山虽然进了沙漠宫 但是在摩修中地位垫底 虽然金邪日对庐山有一定好感 但是这样的悟道机会还是轮不到庐山的 庐山认为 这龙雀秘境之中 智慧最高 看问题最准的只有三人 就是僧豪金邪日和轩辕红 既然轩辕红这么说 一定就有其道理 他庐山虽然有时候看问题不透彻 但是他知道谁是真正的人杰 这样的话 跟着这些人杰的思路走 大方向就不会错 想通这个道理 庐山振作精神 跨进了没有字的光门 这边 孙豪跨进光门的这一刻 顿时头脑一阵晕眩 然后 孙豪发现自己又出现在了一个幻境之中 这一次 孙豪发现 自己化身变成了一个远古判官 大下唐丁大士 此时 自己正一脸庄严 端坐厅堂之上 审判大案要案 此时 孙豪的头脑之中 又出现了一些记忆 此次记忆正是此次孙豪需要审理的案件资料 此案案情很明了 但是此案件却并不好看 是年五月 大下五位练器修士进入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试炼 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意外 岩石和大阵挡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 五位修士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 大下组织了一个营救队伍火速赶往出事地点 由于洞穴偏远险峻 山崩仍在继续 大阵威力难测 营救工作的困难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预计 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 更是夺去了实名营救修士的生命 与此同时 洞穴内五位元修士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他们随身所带的屁股单有限 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 修士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 就在被困的第三个月 营救修士打通部分大阵 洞外修士通过传音符和洞内修士取得了联络 当被困修士问到还要多久才能获救时 回答是至少还需要三个月 受困修士于是描述了各自的身体状况 然后询问救援者 在没有屁股单的情况下 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活三个月 当外边修士给出否定的回答后 洞内的传音符沉疾了 一天之后 传音符恢复 被困修士要求再次与营救修士通话 修士穆尔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询问 如果吃掉其中一个修士的血肉 能否再活 纵然很不情愿 营救修士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此后洞内就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 在修士被困洞穴的第六个月 营救中获成功 但当营救修士进入洞穴后 他们才得知 就在受困的第四个月 修士穆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 根据四位员获救修士的证词 在他们吃完随身膝带的屁股单后 是修士穆尔首先提议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他四位 也是修士穆尔首先提议通过抓揪来决定吃掉谁 因为他身上刚好戴了一副骰子 四位生还修士本来不同意如此残酷的提议 但在他们获得外界的资讯后 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 并反复讨论了保证抓究公平性的问题 最终选定了一种纸骰子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纸骰子的结果把需要牺牲的物件指向修士穆尔 他于是被吃掉了 此案件就是如此过程 很清楚明白的案情 但是很不好看 四名修士吃掉修士穆尔 是否有罪 是否该杀 孙豪读书很多 自认为学士不错 但是这个远古时期或许已经发生的案件 孙豪并没有在历史书上发现只字半语 也就是说 这四个修士 是否该杀 孙豪必须自己判断 并做出判决 这跟化身黑洛神将之时有根本的不同 化身黑洛 孙豪是知道该杀的 只是需要理由说服自己 因为 历史就是那样 但是 化身这个远古判官大事 手头要判的这个案件 就完全无机可查了 必须孙豪自己做出判断 也不知道杀魔工的考验是杀好 还是不杀好 大夏帝国上下 对此案件都相当关注 这四名修士 是大夏以十名修士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整个营救过程 也饱受大夏帝国民众关注 可以说 此时孙豪所化身的大判官唐丁 已经成为了整个大夏的焦点 万众瞩目 就连大夏皇室 此时也派有代表清零审判现场 听取唐丁宣判 听堂之上 唐丁居中而坐 左右两边 坐着四名副手判官大事 都一脸肃然 开始审判 四名副手大事 观点并不一致 两位副手判官大事主张宣判四位修士有罪 他们认为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此四名修士 按律当斩 另两位副手判官大事主张宣判四位修士无罪 他们认为大约90%的大夏民众认为应该宽恕这四名修士或仅给予象征性的处罚 民众的态度显而易见 因此审判应该考虑民情 四位修士应该宣判无罪 四位副手 意见相左 打成平手 试杀试放 此时 全看孙豪化身的唐丁大事 应该如何宣判 孙豪开始思考 整个厅堂之中 一片肃静 众人都宁生静气 关切地看着孙豪化身的唐丁大判官 杀 不杀 此案 已经有过初审 初审的判决是四名修士有罪 暗律当斩 此时 四位副手 意见相左 四位修士是生是死 全在唐丁大事一言之间 孙豪思考良久 缓缓睁开双眼 看了一眼充满稀奇的四位修士一眼 缓缓开口说道 当我倾向于维持初审判决 我又显得多么荒谬 这些将被处死的人是以十名英雄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说到这里 孙豪化身唐丁大事大声说道 我退出对本案的判决 孙豪退出 不判就是判 四位修士面如死灰 因为唐丁大事退出 四位副手大事打成平手 那么也就是说 最终判决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就意味着维持原判 四名修士 暗律当斩 赤日 四位修士背斩 四位修士脑袋落地的这一刻 孙豪心头又闪过一丝念头 何为杀 为何杀 点 全集 孙豪精神一阵 人从幻境之中退了出来 定神一看 自己又出现在了一个问心殿之中 这间问心殿明显不是前面那一间 因为这一间问心殿内 只有八个悟道蒲团 孙豪进来不久 陆陆续续又有不少人 从这间问心殿的入口处走了进来 不出孙豪所料 欧阳兄弟也再次走进了这间问心殿 直到第十六人进入之后 悟道蒲团亮了起来 显示 大家可以开始悟道了 这十六个人 是刚刚那间问心殿内的修士中的一部分 刚刚那间问心殿是二十三人 只有十六人到达这里 这就意味着 有七名修士已经被沙漠宫真正淘汰出局了 分析这十六个人 孙豪发现 登上沙蒲团的修士之中 也有两人被淘汰 其中青云门的城树光就在被淘汰之列 显然 两个光门相比 带物资的光门淘汰率会稍低 不过 也并不保险 一旦没有通过沙漠宫的相关考验 就算登上过沙道蒲团 一样也有被淘汰的危险 因为上一关刚刚好淘汰了两个深灯物资的修士 这样一来 这里的沙道蒲团就很好分配了 孙豪等没有被淘汰的物资修士 自然再度登上了沙道蒲团 开始悟道 又因为两个光门都有机会进入下一关 沙道蒲团的重要性就降低了许多 其他修士虽然心存不满 但是也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 登上这个悟道蒲团 孙豪的心头 自然浮现出了刚刚审判的这个案件的领悟 杀 还是不杀 最终 孙豪虽然没有做出选择 但实际结果却是 不得不杀 那么 为何如此呢 大夏乃是人族第一个一统的帝国 立国之后 立有羽行 下行大批200 并行300 公行500 一行各迁 律法乃是约束修士及常人而设 如今的宗门 发展千万年 也大多沿用了古刑法的一些规定 比如不准同门相残之类的规定 都是从大夏律令之中演变而来 律令之所以设立 在于规范修士或者是凡人的行为 保护整个人族的社会秩序 刺慰修士之所以会死 之所以被斩 无他死于理法之下 理法乃是大夏立国之根本 其严肃性 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如果此四名修士不窄 理法威严何在 如果此四名修士不窄 必然引发情与理法之间的有一场巨大争论 人族是以情治国 还是应该以理法治国 这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 历史的实践告诉孙豪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人族要想繁荣昌盛 就必须维护理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事故 孙豪才有弃权而实际是斩杀四人的决断 此四名修士 杀之于法 唯理法而亡 不理之人 杀 孙豪明悟 杀之 也是大人大义也 明悟之后 孙豪通过物资光门进入第三个幻境 第三个幻境之中 孙豪摇身一变 便为了汗水河边的一个渔夫 京华有个商人过河时传尘了 他抓住一根大木杆大声呼救 孙豪所画渔夫闻声而至 商人急忙喊 我是京华城最大的富翁 你若能救我 给你一百两金子 败贝就上岸后 商人却翻脸不认账了 他只给了渔夫十两金子 渔夫责怪他不守信 出尔反尔 富翁说 你一个打鱼的 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 突然的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 渔夫只得样样而去 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 又在河水之中大声呼救 孙豪所画曾被他骗过的渔夫 恰巧又在现场 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术的人 救还是不救 不救 商人就会淹死 不救等于杀 第233章西沙问星 西 这个故事 博览群书的孙豪读到过 其结果孙豪清楚记得是没有救 最后 商人被淹死了 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于夫是偶然的 但商人的布的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 便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 所以 一旦他处于困境 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 痴性于忍者 一旦遭难 只有坐以待毙 只是 看着在汗水河中挣扎的商人 孙豪心中想到 难道自己真的见死不救吗 这商人虽然不守信用 按照杀魔宫墙壁之上的记载 属于不幸者杀的范畴 但是 从孙豪本心来说 商人无幸固然可耻 但是 罪不至死 虽然化身为渔夫 孙豪觉得自己应该也是一个大度的渔夫 一个不计前嫌的渔夫 修事修行 当顺应本心 既然本心觉得这商人罪不至死 孙豪所化渔夫决定 救了 渔夫跳下河 救起了呼救的商人 救起商人 孙豪再度回到了问心殿 发现自己问心考验并没有失败 自己再一次获得了问心误导的资格 那么 由此看来 问心殿内 杀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并不是唯一通过问心的途径 想来也是如此 如果这问心殿真是只要杀戮就能过关的话 想必就不会有那么多被淘汰的修士了 第三问出来 问心殿内的悟道蒲团便为了六个 修士也仅仅只剩下了十一个 欧阳都三没有出现在问心殿内 想来已经被淘汰出局 欧阳让二道士挺了过来 出现在孙豪的身后 六个蒲团 获得物资的修士却有七人 摩修那边 四人全过 多了一人 白郑黄不想节外生枝 自动消去一名摩修的悟道资格 双方再度相安无事 登上蒲团 开始悟道 孙豪这次悟道 却和前面两次有所不同 坐上悟道蒲团之后 孙豪仿佛又变成了渔夫 然后 那个两次获救的商人 展现给了孙豪两个不同结局的故事 故事一 商人依旧不守诚信 一次汗水大灾粮食减产 此商人囤积居齐 不少无辜贫穷百姓因为没有粮食饿死 而这商人却趁机大赚黑心钱 孙豪所化于夫大为后悔 悔不该当初救其性命 故事二 商人第二次获救之后 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 同样是大灾之年 这商人大幅震灾 被誉为万家生佛 孙豪所化于夫庆幸 幸好当初救其性命 一样的救人 两种不同结局的故事 自己救人 对还是不对呢 第一种可能让孙豪大喊淋漓 我不杀博人 博人却因我而死 救人虽然是善举 但善举却不一定会结出善果 历史故事之中 于夫最终没有救这商人 恐怕也是有其道理 远古闲人用这个故事教育后辈 却也是教育后辈讲诚信 人无性则不利 不救世杀 这个故事让孙豪明悟 有时候杀可能也是善 一念之人 不杀也可能会造恶 那么明悟了这个道理 如果自己身为渔夫 当日当时 自己会不会依然就起伤人呢 孙豪坐在悟道蒲团之上 参悟良久 最终想明白了 自己照样会救 就算化身渔夫 自己应该也是一个大度的 胸怀宽广的渔夫 想通这个道理 孙豪通过物资光门进入第四个幻境 这一回 孙豪化身为帝 国内刚刚发生一起影响巨大的杀人案 帝国大臣 分成两派 各执一词 争执不下 需要为帝者最终裁决 这是一起为父复仇杀人案 最近 京华城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杀人大案 原西州都督府都督张审宿的两个儿子 年仅13岁的张皇和11岁的张秀江大下朝廷的监察御使杨汪杀死于京华东郊以报复仇 若问事发原因 还得追溯到三年前 西州都督张审宿清廉正直 被布下陈蒜人巫揍其冒战级 私拥兵 孙豪所化大地火爆 派杨汪按查 杨汪先将张审宿关押在监狱 自己则到西州按查谋反案 张手下不生其分 擅自杀了陈蒜人 又以兵七百包围了杨汪 胁迫杨汪为张审宿血渊 很快周边军队赶制 杀了董唐李及其党羽 杨汪得已脱身 于是上奏说是张审宿谋反 依照大下律令 除张审宿本人除斩以外 张家十六岁以上的儿子 全部被除以辑刑 两个儿子张皇 张秀英未成年 留洗在外 几年后 二人逃回京华 引民埋姓 藏匿逝中 一天夜里 在京华东郊 二人节节已经改名万寝的杨汪致死 此案轰动京华 都城市女都同情张秀兄弟 认为他们年纪虽幼小 却能为父报仇 堪称孝烈 大下朝廷有不少大臣认为 张氏兄弟孝烈 应宽恕 一代死 但也有大臣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 当一律言半 大下立国 最重孝道 历来 大下国都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而有史以来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报杀父之仇 苏来也为大下修士凡人所理解之词 张氏兄弟为孝 即杀仇人 在大下修士 大下民众看来 乃是大善行为 朝野上下 认为其情可免死罪的人为数不少 坐在大帝之位上 孙豪思考良久 缓缓开口 大声说道 孝子为父报仇的情感是亦不顾命 可国家制定法 哪能容此 张氏兄弟 按律当宅 孙豪化身大帝发化之后 年幼的张氏兄弟被绝杀 张秀兄弟死后 修士庶民皆伤命之 为他们写作哀蕾 张贴于取路 世人集资练前 于此所造异景 并葬张氏兄弟于北芒山 又恐万情家人报复来发掘 并做一种述处 让旁人无法找到 孙豪所化大帝冷眼旁观 并未阻止 杀魔功强体有云 不肖者 杀 孙豪幻境之中 张氏兄弟大笑 但其情可恕 其行为过激 孙豪不得不杀 就算是属结伤 也是按律当战 孙豪缓缓消失在幻境之中 又一次通过了杀魔功的考验 出现在了一间问星殿内 这一次 四问过后 问星殿内的悟道蒲团仅剩四个 而通过考验的修士有九人 其中六人都是待悟修士 欧阳让二很遗憾地没有通过考验 已经被淘汰出局 第234章西沙问星 八 不过 不知道这些被淘汰的修士 会不会有一些收获或者是补偿 想来 作为培养后被修士的传承之地 应该不会让进入的修士白来一场 孙豪猜测 很有可能被淘汰的修士会进入沙魔功不同的宫殿 获取到层次不一的传承或者密法什么的 而且 孙豪猜测 通过考验的次数欲多 获得的收获应该越大 因为还在沙魔功内 孙豪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这需要出去沙魔功之后才能验证 现在 这一间问星殿只有四个蒲团 却有六名悟道修士 矛盾产生了 白正皇桃花眼里闪过一丝精芒 然后开口说道 两边 一边两个 沈玉 有没有意见 沈玉看看现场 九名修士 摩修那边多了一人 真要开启战端 不一定对青云门有利 看看白正皇 最后再看了一眼孙豪 沈玉开口说道 如此甚好 白正皇嘿嘿一笑 很快 对身边的一名修士说道 这回 你退出 纳修士点头说好 竟然没有怨言 青云门这边 沈玉看向孙豪 开口说道 孙豪 觉得怎么安排为好 青云门是上宗 青木宗祺是附属宗派 沈玉觉得 于情与理 孙豪如果聪明一点 都应该自觉退出才是 听到沈玉询问自己的意见 孙豪脸上出现淡淡地笑容 回答了一句风牛马不相及的话 孙豪现年十九 听到孙豪这个答案 沈玉的眉头皱了起来 孙豪抱出自己的年纪 看似是和悟道 蒲团的归属毫不相关 但是 孙豪通过这句话 表达了自己 不会拱手相让的态度 青云门的门规之中 有这么一条 附属宗门弟子 如果能二十岁以前铸鸡 那么铸鸡之后 是有机会被青云门的金丹真人 收为清传弟子的 现场青云门弟子 都是压制修为多年 专门为龙雀密进而来的弟子 二十岁以下的倒是基本没有 也就是说 这些弟子之中 除非有特别关系 日后很难成为真传 孙豪这句话正式提醒沈玉 自己以后也会加入青云门 并且有机会成为清传弟子 那么 沈玉就不要拿孙豪 是夏宗弟子的事情说事了 孙豪寸步不让的态度 让沈玉有点恼火 如果不是现场有魔修在探笑话 如果不是另一个青云门修 是并不是他沈玉身边的人 此时 沈玉都有心要让孙豪好看了 就算是忍住了孙豪 但是沈玉还是语气不善地问道 那么 孙豪 你和张文试试手 公平竞争吧 谁赢谁上 因为青云门这边没有敲定人选 白正皇那边也不着急 站在一边看好戏 听到沈玉让孙豪和张文 用修饰常用的办法 战力决定地位之时 魔修的脸上都露出了期待神情 这真是一场好戏 没想到 青云门自己先屋里斗了 听到沈玉的话 孙豪摇摇头 脸上一脸微笑 但语气却毫不客气 沈师兄 孙豪没有和张文动手的必要 孙豪这里有两个提议 沈师兄不妨听听 一个提议 我们青云门动手 驱逐魔宗弟子 全得四个悟道仆团 这样岂不是最好 第二个提议 如果沈师兄实在是不想跟魔修争斗 那么 孙豪倒是想试试沈师兄的高招 想讨教一二 孙豪这番话 可以说是差不多把这问星店内修饰给的最光了 魔修那边 几个魔修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这青云门的附属宗门弟子真是大言不惭 居然想把五行魔宗的弟子当成软柿子给捏了 真要动手 谁捏谁还很难说呢 青云门这边 沈宇的脸上也是一脸铁青 这孙豪 真是不知道好歹 居然敢向自己挑战 认为张文不是他的对手 还真是不知道马王爷是否长了三只眼 实话说 孙豪真实的想法不是别的 倒真是希望沈宇能硬气一点 向魔修开战 这样 孙豪自信有自己的帮助 最终能尽灭魔修 获取传承 那里是要青云门自己争斗 但是 很显然 沈宇没有采纳孙豪的第一条意见的打算 孙豪这番话说完之后 沈宇气急而笑 好 孙豪 你真是很好 想见事件是我的手段是吧 那么你来吧 我让你三招 看看你能不能碰到我 看看你有没有能力给我形成威胁 如果你能 让你一个蒲团又何妨 如果你不能 哈哈哈哈 希望你能有点自知之明 让我三招 看着哈哈大笑的沈宇 孙豪淡笑摇头 这沈宇未免太自信了吧 不过 既然如此 也就别怪我让你难堪了 如此 那我们就这样说好了 沈师兄 小心了 沈湘剑 喜 沈师兄 小心 剑直刺 孙豪背后 沈湘剑飞速出霞 在空中带起一连串残影 直射沈玉 孙豪竟然争敢动手 沈玉心说 找死 郑寻思是否利用这个机会 名正言顺斩杀孙豪之时 猛然发现 孙豪的沈湘剑已经飞速袭来 而且 这沈湘剑虽然只是极贫法器 但是爆发的所谓剑直刺攻击 居然给沈玉巨大的危机感 孙豪这一剑 给了沈玉一种一往无前的冲锋感 锐利无比 速度极快 感受到危机 沈玉不敢怠慢 嘴里大喝一声 玄剑顿 固若惊汤 随着他的大喝之声 他身边出现一把金色大剑 大剑挥动 在身前结成一面盾牌 将他保护在了其中 沈玉身为青云门嫡系弟子 家传了德 玄剑顿也是一门防御力 即为了德的防御法术 青云门同辈弟子 只有少数修士 比如轩元洪等人 才能勉强突破玄剑顿的防御 对沈玉造成一定的威胁 在沈玉想来 一个下宗弟子 就算这所谓的剑直刺 看起来锐利无比 但是想要突破自己的玄剑顿 应该也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 剑直刺比直直刺过来之后 沈玉的额头顿时冷汗淋漓 这剑直刺的穿透力简直太强了 自己的玄剑顿根本就抵挡不住 沈玉有感觉 若论穿透力 孙豪这招剑直刺 简直比轩元洪对自己的威胁还要大 说实迟 那是快 玄剑顿只稍稍挡住一下 陈湘剑已经突破了防御 点在了沈玉的胸前 不过 好在貌似孙豪的实力也不是很强 陈湘剑突破防御之后 力道有所不足 仅仅只能是在沈玉的左胸之上点了一下 并没有对沈玉形成实际伤害 不过 其中冷汉 只有自己知道 沈玉明明觉察到了 陈湘剑刺穿旋剑顿之后 原本还是是大力尘的 只是在此中自己的前一刻 突然显得力道不足一般 这才对自己没有形成太大伤害 沈玉心中马上明白 这应该是对面的孙豪故意留守了 第235章七杀问星 9 现场毕竟有不少谋修 孙豪也不想让沈玉太难堪 这才在关键时刻稍稍留守 没有给沈玉造成太大伤害 不过 试过沈玉的实力 孙豪心头涌起淡淡的失望 这沈玉虽然是这次青云门的带队大哥 但在实力之上明显入了轩辕红一筹 如果自己全力对战 哪怕是他法器和法术有优势 但想来也挡不住自己多久 这倒是和孙豪想象之中的 青云门弟子有点差距 在青木宗不少弟子的资料之中 青云上宗就是厉害的代名词 不少前辈弟子的修行笔记 都记载了青云门弟子如何如何厉害 这让孙豪长期以来 对青云门弟子充满了期待和敬畏 进入龙阙秘境之后 和轩辕红接触之下 孙豪也感受到了轩辕红身上 一些诡异难测的手段 感觉青云上宗还真是名不虚传 孙豪为什么要审量沈玉 找沈玉动手 实际也是对沈玉的修为充满期待 想看看自己和上宗弟子的真正差距 但是 现在这个带队大哥沈玉 有点让孙豪失望了 这沈玉明显不如轩辕红 如果这沈玉没有其他强力手段 孙豪不认为沈玉能挡住自己的脚步 孙豪这番想法 却也不应该 清目宗前辈弟子之所以百般推崇 清云上宗 其根本原因 乃是自身实力不足 而孙豪呢 万伦皮肤宫 阎龙三叠法都是积累雄厚无比的修炼功法 不仅仅如此 孙豪还达到了练气十二层 练气完美大圆满住机 获得了本命小神通 此等机缘 清云上宗也很少有弟子能够获得 无形之中 孙豪的起点已经超过了绝大数清云门弟子 弥补了自身在法器还有法术上边的不足 仅论自身实力 实际是孙豪已经需要清云门弟子们仰望了 实际上 沈玉的实力并不差 历届弟子之中 他算很强的了 要怪 只能怪孙豪的实力太强 而轩元红 固然是身份了德 手段不少 但更大的原因 则是轩元红和孙豪一样 是练气完美大圆满住机 加上他本身的厉害传承 自然也会强上沈玉许多 让孙豪不得不高看一眼了 此时此刻 被沈香剑点在胸头 沈玉心头大震 这时 他终于意识到 眼前这被轩元红推许的孙豪孙沈香 只怕是很不简单 至少 对上自己并不会太落下风 虽然自己还有很多手段没有施展 但是想来 这剑直刺也不一定就是孙豪最厉害的手段 那么 这孙豪导很可能真的想横扫某修 读得这四个悟道蒲团了 沈香剑点在了沈玉左胸 孙豪不为己慎 手一招 沈香剑飞了回来 枪的一声 插在了孙豪背后的剑匣子之中 孙豪这才双手一拱 淡然笑道 沈师兄 如此可好 沈玉盯着孙豪 看了半赏 最终说道 好 很不错 沈玉倒是小瞧了孙师弟 如此甚好 悟道蒲团算你一个 张文 你退出 好 张文应声说道 虽然心中不满 但是 张文还是接受了这个结果 沈玉是什么人 他心中清楚知道 只怕是孙豪这一剑 已经足够威胁沈玉 不然 沈玉不会如此好说话了 沈香剑出 镇折沈玉 孙豪第四次登上了悟道蒲团 这一次 悟道蒲团之上 孙豪发现 自己居然变成张氏兄弟之中的弟弟张秀 此时自己正在临行之前 官府四语九识 算是送行 哥哥张皇悲痛不已 无法进食 而自己此时神色自若 说 行见仙人 何汉之有 复仇不共戴天 杀身已成效 明知杀人必死 但身为人子 张秀以为 不得不杀 不得不杀 孙豪明白并体会了张秀的心情 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思考 换作自己是张秀 老父冤死 很可能也会如同张秀一般 铤而走险 视为不得不杀 感悟张秀的想法之后 孙豪通过物资光门 再度进入了一个幻境之中 杀魔宫墙体之上古转子曾经有言 杀魔宫的杀戮考验前后会有七次 根据经历次数的多少 将决定修饰最终所获得的收获 如果修饰能全部通过七次考验 并登上七次悟道蒲团 就有很大可能会获得沙漠传承 或者是部分传承 孙豪此时进入的是第五个杀戮幻境 这个幻境之中 孙豪发现 自己变成了一位远古剑客 剑客一生 刃侠豪壮 这一幻境 孙豪化身的剑客 陆域不平视 拔剑而相助 纵横大半生 鲜血进剑柄 迟直迟暮 江边酒楼 剑客临江而坐 悠然而叹 策策秋生喜树枝 摇连赛下宴来时 短剑就曾教侠客 小师游足江偏师 无情却是青铜镜 刚召书生两并思 此时 酒楼之下 有剑侠欲见而至 高声而唱 赵客漫胡英 吴沟双血鸣 林安赵白马 萨踏如流星 时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赤了服衣去 深藏身与名 悠悠诗篇之中 孙豪仿佛回到了少年之时 一目冲冠 拔剑杀人 剑血而走 豪侠任性 悠悠诗篇之中 孙豪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再度回到了问心殿 这一幻境 孙豪过得有点晕 莫名其妙就过来了 就是不知道 一会在悟道蒲团之上 会有什么收获 孙豪向对面看去 发现 这一次的悟道蒲团 并不是预料之中的两个 而是有三个 不一会 又有修士陆续出现在了问心殿内 人员到齐之后 通过考验的修士只有六人 摩修四人 青云门这边 只剩下了孙豪和沈玉 沈玉虽然有一些不足 但实际上 他能当上青云门的带队大哥 无论是悟性还是心性都很不错 前面之所以有些失常 无他 孙豪刺激到了他 但是真正面临考验之时 他稳定心态 严阵以待之后 表现还是很不俗 心态的分只有六分的情况下 他依然通过了第五关的杀戮考验 出现在了问心殿内 不过 看到现场修士 沈玉的眉头皱了起来 摩修四人 自己这边只有两人 怕是白正黄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白正黄看向三个悟道蒲团 再看看现场修士 脸上浮现出笑容 看向沈玉 沈师兄 你怎么说 沈玉马上反问白正黄 白兄 你觉得呢 我们应该如何分配 白正黄黑黑笑道 我们这边人多 三个蒲团 理应占两个 沈兄觉得如何 沈玉看看孙豪 也笑了起来 我没意见 我只要一个蒲团 另外两个蒲团谁上 和我无关 孙豪也笑了起来 我倒是和沈师兄一样想法 我也只要一个蒲团 白兄觉得如何 第236章半珠成珠 与此同时 另一间问心殿内 三个悟道蒲团的归属 也开始出现了分歧 这间问心殿内 一共有八人 摩修那边 断金摩金携日不出所料在场 另外还有两名摩修 其中一人居然是庐山 要知道 庐山可是一次悟到蒲团 都没有登上 能走到这里 还真是奇迹 青云门这边 有轩辕红 佟丽 李星 李森 还有孟瑶五名修士 相比之下 倒是轩辕红领背的 青云门修士占据了上风 不过 断金摩金携日很是强势 三个蒲团 我们要两个 不服大家来战 哈哈 几乎是同时 两间问星殿内 气氛居然紧张 火药味逐渐浓厚 大有一触即发的争斗态势 孙豪和沈玉都不可能退让 白正皇也没有退让的理由 此时 五行魔宗实力占优 如果退让 进入下一关的人数就很难说了 白正皇的一双桃花眼里闪动着奇异的光芒 看向沈玉 笑着说道 沈师兄 你得到一个悟道仆团 这是理所当然 但是 孙豪又有何的何能能的悟道仆团呢 你说是不是这样 白正皇这话 却是正中沈玉心思 沈玉心里也觉得 孙豪没有资格 孙豪什么身份 一个附属宗门弟子而已 居然也想跟大家争 真是不知好歹 不过 心中这么想 沈玉却不能对白正皇的话表示同意意见 如果真那样 突然让谋修看笑话了 白正皇也没想沈玉回话 脸上有着诡异笑容 眼中闪动一光 沈兄 你不妨先上悟道仆团 我们这边保证不会打扰你 至于孙豪 他不也说了吗 跟你无关 我们和孙豪的事情 沈兄你可以不参与 你看可好 先上悟道仆团 沈玉心中一动 这也正和他意 文言不由神情一动 正准备开口答应 就猛地听到孙豪在他耳边大喝一声 沈师兄小心 快快醒了 沈玉看向孙豪 心中疑惑 醒什么 自己清醒得很 小心什么 几个魔修都老老实实呆着 没有半点攻击打算 需要小心吗 这时 沈玉又听到孙豪朗笑之声 白兄真是好手段 能让人不知不觉着道 孙豪佩服 不过白兄 你如果想就此拿走两个蒲团的所有权 怕是为时过早 孙豪这一关 白兄必须得过了 不知不觉着道 沈玉心中一动 难道这孙豪认为自己这道了 既然如此 我何不干脆装傻 让孙豪先和白正皇斗上一斗 沈玉貌似神游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白正皇这才面带诡异笑容对孙豪说道 孙豪 想抢悟道蒲团吧 来吧来吧 试试你是否有资格 说话的同时 白正皇双眼闪过一丝一光 看向孙豪的双眼 闻听白正皇说话 看到白正皇眼中一光 一种动手的冲动涌上孙豪心头 此时 孙豪觉得自己很有必要跟白正皇等谋修打上一架 抢得蒲团 这本来的确也是孙豪的本意 这股冲动来得很自然 仿佛天然就该如此 不过 孙豪脸上浮现淡淡的笑容 从容而立 但人并没有行动 双手一背 背在背后 眼中也闪过一丝一光 嘴里淡淡地说道 白兄豪高明的入梦大法 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此次龙雀秘境之行 最大的对手居然会是白兄 不过 白兄 你这入梦大法想让孙豪入骨 却是差了一点 入梦大法 沈玉心中一晒 难道这孙豪认为我中了白正皇的入梦大法 我到白家有入梦大法是不错 这种精神攻击防不胜防是不错 但是 沈玉不认为自己会中招 中招了也不会如同自己这般清醒才是 此时 白正皇看向孙豪 眼中一光更甚 嘴里笑道 孙兄以为我在施展入梦大法 可以见得 孙豪淡然而笑 白日入梦 白兄入梦大法真是好深造诣 白日做梦 自以为是 白兄 你说是不是 白正皇脸上笑容更甚 眼中一光闪动 没想到 在这龙雀秘境之中 能遇见孙兄这般对手 倒也是真正出乎正皇的意料之外 正皇本想给青云门一个天大的惊喜 没存想 星云门居然有你孙豪这般人物 真是幸会 幸会 白日入梦 梦游心生 孙豪脸上带笑 侃侃而谈 白兄 真是厉害 能猜中人的心思 巧妙利用 因人入梦 孙豪佩服 白日入梦 梦游心生 因人入梦 这是在说我吗 沈玉心中疑惑 白正皇看着孙豪 桃花眼中一光闪动 脸上有着诡异的微笑 但这心中 却是涌起无比强烈的忌惮之意 这孙豪 原本不为魔修所留意的孙豪 究竟是很等来历 想他白正皇 进入龙雀秘境之后 一直迎人有加 最厉害的手段 一直被而不用 表现出肤浅粗暴 实际不过是想扮猪吃虎 白正皇很期待自己全力出手 强势登场 震折到某两宗弟子的风光霸气表现 很期待看到两宗弟子无比意外和震惊的表情 但是 万万没想到的是 现在 自己差不多全力出手了 用出了白家秘术 连对面清营门的带队修饰都不知不觉中招了 但是 居然出了天大的意外 对面那的出身清云门下宗清目宗的弟子孙豪 居然硬生生扛住了自己的秘法 误为自己秘法所获 这他娘的 自己想扮猪吃虎 谁想遇见一个更能扮猪的了 结果自己这就不是扮猪吃虎了 简直就成了扮猪成猪了 扮猪是猪 不扮猪了还是猪 白正皇家大入梦秘法的施展力度 强势而上 双眼一光闪闪 不死心 想拉孙豪入梦 白正皇心想 我全力施围 除非你孙豪的神势强度是我的两倍以上 不然 你孙豪也不可能挡得住 但是 片刻之后 白正皇的头上冒出阵阵冷汗 这孙豪 依然不为所动 难道他的神势强度真在我两倍以上 但是 这怎么可能 白正皇加大秘法力度 孙豪也感到了巨大压力 精神有点恍惚 如果不是孙豪神是了的 此时已经终招 如果不是孙豪学习过白攻入梦法 对梦境有了一定的控制力 孙豪此时已经终招 第237章一鬼子状态 孙豪心中感叹 天下修士果然不能小瞧 这白正皇看似粗浅 没想到居然是武贤朗式的人物 身藏不漏 葬得很深 但是 好死不死 这白正皇第一次发威 就恰好遇见了自己 这回 只怕他要失望了 孙豪并没有如同白正皇期待的那样进入梦境 相反 孙豪的双眼之中也闪动一光 嘴里朗声说道 白兄高招 孙豪领教了 不过 白兄想靠这一招困住我轻云修士 怕是难成你愿 沈师兄 你现在正在梦中 如果不幸 你尝试一下挥手 就会发现异常 沈玉见孙豪说得煞有其事 心中一动 心说 试试挥手 真的啊 虽然自己可以肯定不在梦中 但是挥挥手又有何妨 试试就是试 于是沈玉很轻松地挥挥手 我挥手了 没异常啊 沈玉觉得自己挥手了 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 他马上精神一紧 眼睛一缩 不对 自己只是觉得自己挥手了 但是 真实情况是自己此时并没有挥手 自己到底是挥手了 还是没有挥手 沈玉只觉得自己糊涂了 挥了 没挥 怎么会这样 沈玉心头大害 这种感觉 沈玉很小很小的时候 做梦之时有过 就是那种明明自己很用力了 但是就是觉得使不上力的梦中感觉 就是明明觉得自己已经从床上起来了 但是实际上自己的身体还躺在床上的感觉 他娘的 真的中招了 此时 孙豪的清朗的声音再次传来 沈师兄 如果你觉得浑身使不上镜 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现身泥潭 那么 你现在已经处在咪鬼子状态 也就是半梦状态 这种状态 人有部分自主思考能力 但是指挥不了自身躯体 会很难受 孙豪虽然出言提醒沈玉 心中却对这沈玉没有多大好感 沈玉之所以中招 实话说 还是白正皇利用了沈玉心中对自己的不满的负面情绪 这一点 孙豪看得清楚明白 如果不是白正皇的说法 正中沈玉下怀 正中沈玉所想所思 或者是说 正中沈玉软了 以沈玉的修为 应该不至于如此简单中招 那么 由此可以推测 这沈玉心中 对孙豪并无好感 人尽我一尺 我方尽人一丈 人若犯我 我必不轻饶 这就是孙豪的处事态度 这沈玉明显对孙豪无好感 甚至是心怀歹意 孙豪没看他笑话 出言提醒与他 已经是相当仁义了 孙豪提醒之后 沈玉发现 自己真如孙豪所说一般 进入了咪鬼子状态 他娘的 还真是中招了 原本 沈玉的想法是装 半珠看白正皇对付孙豪的 原本 沈玉对上白正皇自觉是有优势的 但是 此时 沈玉发现 自己这回还真是半珠成珠了 他娘的白正皇 葬得好深 这时 孙豪的声音悠悠传来 沈师兄 要帮忙吗 沈玉咬牙切齿 咪鬼子状态之下 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不用 沈玉好像费了好大的劲 几乎是用吼的 但实际是 这声音细弱文盈 勉强看嘴型 才能发现他在说什么 既然不用 孙豪也不多话 而是看向了白正皇 白正皇此时 状态也不算很好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密法之下 孙豪不仅仅是没有中招 反而是还有能力提醒同伴 白正皇知道 自己这次撞中铁板了 进入沈玉宫之后 沈玉宫把进来的修士自动分成了两部分 白正皇原本以为 另一边 沈玉宫安排给金协日的对手是轩元红 这一边安排给自己的最大敌手是沈玉 没想到真正的对手 却是孙豪这个轻木宗弟子 白日入梦 梦游新生 这密法有一点不好 就是环境必须相对稳定 而且一惊失窄 不分敌我都容易中招 白正皇此密法出手之后 除非是沈玉深陷梦中 而没有人提醒 那时白正皇才能真正出手取其性命 而且 随着需要控制修士的增多 密法的控制力也会有所减弱 这也是白正皇在外边藏着的原因之一 两宗人多之时 这密法效果并不会太好 此时 白正皇施法的条件倒是满足了 没想出了孙豪这么个怪胎 让他的密法无功而返 沈玉身为青云门带队大师兄 一身修为了德 虽然无意之间中招 但是 孙豪提醒之后 马上明悟过来 心中怒气勃发 居然被白正皇这小子给阴了 沈玉嘴里抱喝一声 灵光神通法 开 沈玉身为青云门带队师兄 一身密法自然也非同反响 在自身神智清醒的状态下 自然有办法破除魔门密法 刚刚只不过是一时大意而已 随着他这一声大喝 沈玉的身上出现一阵青涩灵光 灵光一闪 仿佛是冲破了沈玉身上的一层枷锁 沈玉双眼一睁 目似同灵 瞪着白正皇 白兄好手段 沈玉受教了 来而不往非离也 白正皇 看见 上青剑 去 沈玉灵光一闪 冲破梦境的同时 白正皇身躯几晃 一连退了三步 这才稳住身形 此时 沈玉的上青剑已经攻了过来 白正皇不慌不忙 手腕一阵 一面桃花扇出现在手上 扇子一张 一个扇面挡住自己身前 挡住了上青剑的攻击 嘴里笑道 沈兄稍安悟躁 真要动手 怕是谁也奈何不得谁 凭白浪费时间而已 刚刚白某试探一番 确实发现沈兄还有孙兄 的确是有登上蒲团的资格 咱们三人这就登蒲团悟到可好 沈玉收剑 看向孙豪 此时此刻 沈玉为孙豪所救 而且孙豪展现出来的能力堪称高深莫测 沈玉已经把孙豪当成了同等位置的弟子看待 那找孙豪麻烦的心思也淡了许多 孙豪见沈玉看来 缓缓点头 表示同意白正皇的说法 沈玉见孙豪点头 这才冲白正皇横了一声 跃身而上 自取悟道 白正皇善然一笑 冲孙豪拱手 孙兄请 孙豪也冲白正皇一拱手 白兄请 两人齐齐跃身而上 开始悟道 孙豪并不怕在场的摩修会打扰自己 一来 如果自己被骚扰 他白正皇也别想安稳 摩修必然不敢轻举妄动 二来妈 孙豪身有千头万念斩锻炼神大法 悟道之前 自然能用神式锁定几个摩修 一旦他们一动 孙豪会给他们迎头痛急 这一次 在沙道蒲团之上 孙豪感悟的是 辖客时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的心态 此心态无他 以杀指杀而 杀作奸犯科之人 杀盗匪叛乱之人 杀其生死 让其不能继续制造杀戮 视为以杀指杀 第238章两边会合 悟通这个道理之后 孙豪又一次通过物字光门 进入了第六个幻境之中 幻境之中 孙豪化身一个放牛少年 实质乱世 为了生存 少年无奈被井离乡 四海为家 后机缘巧合 习的一身修为 皆是不少志同道合之士 崛起于帷幕 最终在三名结义兄弟的帮助之下 静号立国 称霸百族 立国之后 三位结义兄弟军兽封王侯 各自镇守一方 然 事事变迁 变化无常 多年以后 三位兄弟妖宫自傲 日益跋扈难寻 一日 内宫正宫跪约 三王不治 恐成大祸 孙豪所画大地宁力窗前 看着空中一排飞过的人 自行大雁 两久之后 悠悠说道 准耳便宜行事 正宫一指 招三王 三王不宜有他 至 正宫弃拿三王 御斩三王不服 大呼 大哥何在 我四兄弟昔日同甘共苦 说好共勇天下 何有今日 远远听到三位兄弟临斩之前的大声呼叫 孙豪化身的大地宁力窗前 悠然而叹 此一时比一时 三位兄弟走好 何为杀 为何杀 此时此刻 孙豪化身的大地心头不由开始疑惑 三王被斩 帝国一统 没有了杂音 孙豪立经图治 帝国威震百足 然 十指晚年 事态又生 孙豪欲有九子 九子夺敌 勾心斗角 争斗不休 一日 大臣来报 三子聚众 战长街 问帝亦如何 孙豪化身大地沉默两久 约 随他们去吧 三子激战 二子胜出 展大哥 三弟于长街之上 辖大胜之威 二子带手下汉江登殿 孙豪问 何之于此 二子答曰 陈王败寇 又看看身后一群汉江 后曰 不得不杀 孙豪化身大地明了的点点头 叹一口气 对二子说道 不可妄杀 然后传为二子 隐居深宫 当日夜晚 孙豪又是宁立窗前 远眺天空 悠悠说道 是啊 三位兄弟 当日当时 不得不杀啊 为何杀 不得不杀 这就是孙豪的答案 二子或无夺敌之心 或无杀兄之意 然 二子身后 汉江成群 此等汉江为自身利益安围 也必然会逼使二子走上 必争必杀之路 很简单的道理 成王败寇 一旦失败 二子身后人 等可有好日子过 此证所谓不得不杀 悠然叹息声中 孙豪再度出现在了一间问星殿内 但是让孙豪奇怪的是 这间问星殿内 居然是有四个悟道蒲团 以上一间问星殿 还多了一个悟道蒲团 不过 随着通过考验的修饰逐渐出现之后 孙豪终于明白了 这里出现四个悟道蒲团也很正常 因为 宣元宏 惊邪日等人也出现在了这个问星殿内 原来是两拨人 现在合在了一起 上间问星殿 两拨人共有六个悟道蒲团 这次 两拨人合在一起 出现四个悟道蒲团却也刚刚好 不过 两拨人合一 蒲团数量又少 只怕试得见真章才能最终获得悟道资格了 看到孙豪 宣元宏的小脸之上 眼睛笑得眯成了月牙耳 孙豪 你果然来了 孙豪也笑道 小红 你果然也来了 两人相识一笑 一切竟在不言中 旁边 沈玉看得心中一酸 情绪又不是很好了 孙豪这边 最终进入这间问星殿的 只有三人 正是孙豪 沈玉还有白正皇 而宣元宏那边 进入这里的有四人 分别是宣元宏 金邪日 同利还有鲁山 同利看到孙豪 高兴地叫了一声师兄 就很自然地站到了孙豪的身后 对同利也能到达这里 孙豪也很高兴 笑着对他点点头 露出了一个赞许的笑容 要说到达这里的修士 最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修士有三人 这三人不是别人 正是孙豪 同利还有鲁山 这三人居然都是附属宗门的弟子 居然也能跟到某两宗的嫡系弟子一样 坚定地走到了这里 三人之中 孙豪还好说一点 毕竟有个封号在身 由此表现 多少能让人接受 最让人没有想到的却是摩修卢山 这卢山一路行来 没有上过一次误杀仆团 但居然也坚挺地走到了这里 看其修为和实力 好像也不高 还真是让人大出意料之外 看到卢山 白正皇的眼中也闪过一丝精芒 能走到这里 这卢山无疑也是一个人才 想必有其过人之处 看来 对待他的态度有必要略做调整了 道魔双方 姓名修士 这一回 换成青云门占忧 有四名弟子道场 摩修那边 道是只有三人 不过 摩修那边 晶邪日式五行魔宗的封号摩修 实力了得 白正皇真正的手段也是厉害无比 相比之下 并没有落在下风 晶邪日和白正皇对视一眼之后 大大咧咧地开口说道 这蒲团 一方两个 如何 反正摩修卢山一直也没登上过蒲团 没有必要跟他争一个 摩修这边 两个蒲团倒是足够了 但是 如果这样分配 青云门这边就有点不好安排 如果只有轩元红和沈玉两个顶尖修士还好说 但是孙豪一军突起 实力和对青云门的贡献甚至是超过了沈玉 问题就来了 青云门的两个悟道蒲团 三个人 应该怎么分呢 轩元红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眉头皱了起来 沈玉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看向孙豪 孙豪朗然一笑 金兄 孙豪倒是觉得 我们这边人数较多 不妨多分一个 金邪日眼中立光一闪 看向孙豪 见孙豪毫不畏惧跟自己对视 一点退缩的意思都没有 不由心头大齐 这青云门附属宗门的弟子真是豪胆量 正准备说话之时 白正黄的声音悠悠响起 白正黄悠悠说道 金兄不要小看了这孙豪 此子实力当不在轩元红之下 刚刚前面那间问心殿 金邪日跟轩元红简单交手 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此时听说这孙豪的实力不在轩元红之下 那岂不是说也和自己相差不多 听到白正黄这话 金邪日不由瞳孔一缩 对孙豪高看三分 第239章谢谢师兄 见金邪日没有贸然动手 白正黄这才桃花扇一摇 冲轩元红说道 轩元这个姓很少见 想必你在青云门是真正能拿主意的 你觉得 我们两宗修士有时间这里争斗吗 核心曾开启只有五天时间 一旦我们打起来 怕是几天几夜难分胜负 那不是平白浪费了机缘 正黄觉得 眼下情形 最好还是和平相处 一边两个 相当公平 轩元红嘴里天灵灵 地灵灵 太上老君轩威灵 念叨了一番 最终说道 好 就依你们的意见 一边两个 说完这话 轩元红转头对孙豪和沈玉说道 你们两个去吧 这一轮我轮空 说实话 我对杀戮并不热衷 沈默传承并不适合我 你们去吧 孙豪看了轩元红几眼 不知可否 沈默公的传承并不一定就是杀戮之道 轩元红此言 不过是不想自己这边起争论而采取的折衷措施 当然 孙豪对此杀到蒲团也是势在必得 可没有让出的打算 轩元红既然让出 孙豪也没有阻止的打算 人 各有想法 各有决断 孙豪自觉不能干扰 也没有必要干扰轩元红的决断 不过 孙豪不说话 不代表沈玉不说话 听完轩元红的话 沈玉眉头为皱 看看孙豪 见孙豪没有丝毫表示 想了一会 终于说道 轩元师妹 不必如此 真要登上蒲团 毫无疑问 你比我更合适 如果孙豪不愿放弃这次机会 那么师兄让你救世 正如你所说 我沈家自有传承 却也不是非得这杀魔宫的传承不可 轩元师妹 你看如此可好 沈玉这话七分真 三分假 刺激孙豪 贬损孙豪展现自身气度是一个重要方面 但真正的想法却是客套一番 展示一下自己的风度 以沈玉的推测 按照轩元宏一贯的脾性 必然会坚持己见 让他沈玉前去悟道了 以往很多时候都是那样的 或许是因为家传了的的原因 轩元宏对利益什么的 看得很淡 想来这一回也不会例外 但是 让沈玉万万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原本沈玉只是打算客套两句 并没打算真正让出蒲团给轩元宏 但是 谁知道 轩元宏听到他的客套话之后 小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翠生生说道 沈师兄 你真好 如此 师妹多谢师兄了 沈玉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难道这个说自己不让了 沈玉脸上浮现一个不是很自然的笑容 勉强说道 不谢 师妹你高兴就好 孙豪看着这一幕 心头暗笑 没想到轩元宏会来这一招 想必沈玉沈大师兄现在一定相当后悔吧 真有意思 然后 就在沈玉的懊恼之中 四名修士登上了悟道蒲团开始悟道 沈玉站在一旁 脸上神色变幻不停 有心出手 但又犹豫不决 最终还是叹了一口气 无奈摇头 就此作罢 叹气之余 心中暗想 娘的 日后 老子再也不假惺惺 假客套了 悟道蒲团之上 孙豪再次化身大第二子 站在他的角度 感受了一番是兄弟父的无奈与决然 体验了一把什么不得不杀 再一次加深了对为何杀的领悟 领悟之后 和轩辕红对视一眼 大家没有说话 进入了物字光门 按照问星殿墙体记载 杀魔公问星考验一共会有七次 视为七杀问星 此时 大家进入的就是最后一个杀境 不知又会经历怎么样的幻境 不同的修饰 幻境并不相同 孙豪进入之后 一睁眼 不由开口叫道 爹娘不错 幻境之中 孙豪看到了自己父亲孙强 母亲吴宇和 与此同时 幻境之中 轩辕红扑口而出 孙豪 你怎么到我这边来了 庐山则是满脸惊讶 昆龙师兄 雷大哥 你们这是 同利一脸诧异 小婉 你这是干嘛 这一次 幻境虽然各自不同 但是 无一例外 考验弟子的幻境之中 出现了自己清静之人 幻境之中 孙豪依然修炼有成 进步神速 不长时间 孙豪已经成为了万人景仰的原因大修饰 此时 孙豪的修炼遇见了瓶颈 修炼多年 不得寸境 孙豪寻找阻碍自己修炼的原因 多方盘查之后 终于肯定弟得知 自己要想化繁入神 成为化神修饰 就必须要过心神一关 而阻碍自己心神的 不是其他 乃是割舍不去的亲情 幻境之中 双心尚未顾去 但已老 孙豪明确地感知到 自己若想化繁入神 只需断了双心的严寿灵药 让双心自然顾去 断去自己亲情弱点 自然就能功得圆满了 甚者是 心狠一点 除去双心 也能立马成就化神 只是 一面是亲情 一面是化神 自己理该如何 杀 这只是幻境 人物都是幻影 正常情况下 自己修炼到原因大修士 父母不可能还健在 能达到如此效果的严寿灵药少之又少 孙豪的理智告诉孙豪 这只是幻境 双心只是虚构 杀之 很可能就能破关而出 杀魔功 杀魔功 已杀了断世俗牵绊 很可能就是这一关考验的真正意义所在 沙妈 幻境之中 孙豪脸上出现淡淡的笑容 修士一生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就算知道这是幻境 就算知道双心是假 就算知道杀魔功考验的用意 但是 看着眼前栩栩如生的双心 孙豪依然恭敬地孝顺如故 让孙豪把剑指向双心 他做不到 让孙豪断了双心的严寿灵药 孙豪依然做不到 幻境之中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孙豪卡在原音棋 不得寸净 逐渐垂目老去 最终 有一日 孙豪和双心一同作画 作画之前 母亲含泪悲泣 我儿 是我们拖累了你 孙豪苍老的脸上 依然有着淡淡的笑容 母亲 小豪无悔 说到这里 孙豪脸上依然笑着说道 感谢沙摩大人 孙豪少小离家 一直遗憾未能尽笑于双心膝下 幻境之中 尽笑双心 也算是弥补了孙豪心中些许遗憾 谢了 第240张美丽误会 说完 孙豪含笑而逝去 精神一阵 孙豪发现 自己并没有被淘汰出局 而是依然出现在了问心殿内 几乎是孙豪接受考验的同时 幻境之中 卢山的血剑缓缓从雷中体内拔了出来 卢山知道 这只是幻境 雷大哥 你一路走好 说完 卢山回头看去 他的身后 玉大兄弟 玉昆龙早已经死在他的剑下 这一路走来 一路杀路 一路鲜血 不知不觉 卢山双眼之中出现丝丝血红颜色 看着雷中环环倒下的伟岸身躯 仰天大笑 幻境之中 我卢山 杀天 杀地 杀双心 杀兄弟 何物不可杀 幻境之中 同力蒸蒸地看着小婉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不知道遇见何等难觉之事 手中大刀举起放下 放下举起 犹豫不决 难以决断 憨厚的脸上 也是一脸的挣扎 幻境之中 轩辕红脸颊通红 芳心乱撞 这幻境怎么会这样 幻境之中 他和孙豪居然结成道理 双宿双飞 只是 好景不长 因为血脉遗传 轩辕红修炼速度极快 远超孙豪 终于 有一日 轩辕红面临化繁入神的考验 孙豪成了他心中最大的破绽 最大的牵挂 轩辕红此时有了一丝名物 灭了孙豪 只要自己挥舞红灵剑 刺进孙豪的胸膛 自己就能得尝所愿 等上仙道高峰 幻境之中 轩辕红嘻嘻笑道 孙豪 这里只是幻境 你就死上一次 成全我吧 笑完 轩辕红红灵剑一挥 激射而出 直指孙豪左胸 幻境之中的孙豪不躲不闪 依然淡淡笑着 看着轩辕红 貌似没有看到那激射而来的飞剑 眼看飞剑就要穿透孙豪 轩辕红的眼中看到孙豪淡淡的笑容 刹那间 莫名的悲伤涌上心头 一时间 竟然心如刀角 悲痛不已 嘴里忍不住大喝一声 不要 然后 耳边 轩辕红听到了孙豪的声音 小红 你怎么了 什么不要 轩辕红一睁眼 发现自己回到了问星殿内 孙豪正一脸关注地看着自己 看到孙豪 轩辕红心中一颈 一把拉着孙豪的手 急切地问道 孙豪 你没事吧 孙豪看着有点慌乱的轩辕红 摇摇头 我没事 小红 幻境之中 是不是也遇见了亲近之人 轩辕红看着孙豪脸上的淡然笑容 心中安稳下来 孙豪发问 轩辕红想起了幻境之中的故事 脸上飞红 轻声说道 是的 幻境考验就是急杀身边亲近之人 怎么 孙豪你也是一样的吗 孙豪笑了笑 嗯 也是遇见了亲近之人 需要选择杀与不杀 轩辕红脸上更红了 这孙豪 该不是也在幻境之中跟我结成道理了吧 真是羞死人了 孙豪看到轩辕红通红的小脸 心中有点奇怪 不过 想想也就理解她了 这小姑娘 肯定是难以抉择 所以才心绪不稳了 这时 轩辕红红着脸 小声问道 那孙豪 你杀了没 孙豪摇头 没有 怎么会杀 怎么舍得杀 就算知道是幻境 但孙豪一声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没杀 小红 你杀了没 轩辕红小脸更红 心说 这孙豪 居然比自己坚定的多了 不由开口问道 我 应该是没杀 轩辕红接着问道 那最后 你什么结局 孙豪满脸幸福地说道 最后麻 心中无悔 含笑作画 轩辕红小眼睛 眯成了月牙儿 和她一起 孙豪 嗯 一起 轩辕红拉住孙豪的手 抱得更紧了 孙豪 你真好 孙豪疑惑地扫了扫 轩辕红 心说这不杀双星是应该 难道自己真那么伟大 不知道一个伟大而美丽的误会已经诞生 孙豪也来不及细问 因为这个时候 问星殿内一阵红光闪过 一个满身杀气的人形出现在了门口 孙豪一看 不是别人 却是一个满脸青春痘的修士 不用问了 这就是庐山了 这个庐山 此时双眼之中仿佛依然有血光闪动 嘴里依然在说 杀天杀地杀兄弟 杀杀杀 这庐山 杀性好重 孙豪眉头不有紧皱 看来 庐山通过最终杀境考验的方式一定就是全杀 这家伙 一定是全杀了自己身边亲近之人才出现在这里的 轩元红此时跟孙豪对视一眼 脸上也出现丝丝厌恶表情 这庐山 魔性真重 不一会 最终杀境的结果出来了 同利和沈玉不知道遇见了什么考验 未能最终出现在这里 应该已经被淘汰出局 这间问星殿内 三名魔修 两名清云门道修 共五名弟子 问星殿内 还有最后一次悟道蒲团的参悟机会 只是 悟道蒲团只有三个 五个人 三个蒲团 只怕是少不了争斗一番了 五名修士之中 庐山不用考虑 这家伙从头到尾都没有机会登上悟杀蒲团 但是这家伙居然坚挺地挺到了这里 也真是奇迹 不过 到了这里 悟杀蒲团照例没有他的份 这家伙倒也有自知之明 早跑到墙角 安心打坐 没有争夺悟道蒲团的意图 一副你们玩 我看戏的态度 三个蒲团 金邪日 白正黄 孙豪 轩元红 四名修士 谁都不会放弃这次机会 彼此的态度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两种方式 金邪日首先开口 大大咧咧说道 第一种 咱们混战一场 最终胜出的三名修士获得悟道资格 第二种 三个蒲团 一方先任领一个 剩下一个 两边各出一名修士 谁胜归谁 白正黄桃花扇清摇 桃花眼含笑 你们清云门选 随便那种方式 我们奉陪 看着这两个一唱一和 默契十足的摩修 此时哪有半点戒逼 想来 没进这沙漠宫之前 这两个家伙外表不合 实际就是在演戏了 摩修话下到来 就等这边接招 轩元红看向孙豪 露出一个问讯的眼神 这边 感谢观看